《一生》是法国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作家莫伯桑的长篇小说处女作 描写的是一个贵族女子追求幸福而不可得的一生 是矛盾推荐的中国读者必读的37部世界名著之一 女主人公雅娜出身破络的贵族 纯洁天真 对生活充满美好憧憬的雅娜进入人生旅程之后 遭遇丈夫背叛 父母去世 独自离家出走等一系列的变故 在失望中逐渐衰老的过程 概括出了人们生活的一种基本状态 人生既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好 也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坏 雅娜打好行装 走到窗口张望 雨还是没有停 大雨下了一整夜 敲打着玻璃窗和房顶 天空低沉 招满了雨水 仿佛涨破了 雨水倾泻到大地上 大地像糖一般融化了 变成一片泥浆 不时刮过阵风 送来一阵闷热 阴沟的水漫出来 哗哗流淌 灌满了行人绝迹的街道 临街的房舍海绵式地吸足了水分 从地窖到楼顶的墙壁都湿透了 雅娜昨天出了修道院 这一生总算自由了 要及时享受她梦想已久的各种幸福 从清晨起 她就不厌其烦地观望天色 唯恐天气不放晴 父亲就不肯动身 雅娜突然发现 忘了把日历放进旅行包里 于是她从墙上摘下小小的月份牌 月份牌的图案 正中烫金印着1819这个年份 她拿起铅笔 划掉头四栏和每个圣徒日 一直划到5月2日 这正是她出修道院的日子 小雅娜 门外有人叫她 进来 爸爸 雅娜答应一声 只见她父亲走进房间 她就是勒佩丘沃德男爵 名唤西蒙雅克 是上个世纪的老派贵族 她追随卢梭 热爱大自然 田野 树林 和动物 表现出情人般的温存 她既然出身于贵族家庭 就本能地痛恨1793年 不过 她又受了非正统教育 具有责人的气质 因而憎恶报证 但只是发泄不满 讲些无关痛痒的话 仁慈 既体现她的巨大威力 也体现她的致命弱点 她这种造物主事的人慈 要爱怜 要施舍 要广为行善 有求必应 倒显得意志薄弱 缺乏主见 几乎成了一种毛病 男爵崇尚理论 为女儿的教育 拟定了一整套的计划 要把女儿培养成 快活 善良 正直而温柔的女性 杨娜在家长到12岁的时候 就被送进了圣心修道院 母亲的眼泪也未能阻挡 父亲严厉 让她在修道院幽居 与外界隔绝 不安人事 她希望女儿到17岁回家的时候 仍然天真无邪 以便亲自调令 让她沐浴在理性的失种 让她驰骋在 丰饶的田野里 观察动物天生的爱恋 和单纯的问情 观察生命的客观法则 从而开启性灵 走出蒙寐无知的状态 现在 她出了修道院 一团喜气洋洋 显得充满活力 又渴望幸福 急于要尝一尝 各种欢乐 和各种艳遇的滋味 况且这一切 她在修道院 穷极无聊的白日里 在漫漫的黑夜 和孤独的期待中 早就从精神上尝遍了 她的相貌宛弱 尾罗内塞的一幅肖像画 那黄灿灿的金发 仿佛给她的肌肤浊了色 滑贵的肌肤 百里透红 覆盖着纤细的汗毛 仿佛照了一层淡淡的丝绒 只有在阳光的爱抚下 才能依稀分辨 一对明眸呈深蓝色 就像荷兰制造的 小雌人的眼睛那样 她的左鼻翼上 长了一颗小小的美人质 右腮上也长了一颗 并带着几根 不易分辨的 与肌肤同色的寒毛 她身材修长 线条优美 胸辱也已经丰满 她嗓音清脆 有时听起来过于尖细 但是笑起来 却那么地开心 给她周围制造出 一种喜悦的气氛 她有一种习惯动作 双手常常举到鬓角 仿佛要抿头发似的 她冲上去 紧紧地拥抱父亲 说道 哎 到底走不走呀 父亲微微一笑 摇了摇苍白的长发 又指了指窗外 怎么 这种天气 你还想上路啊 雅娜撒起娇来 恳求父亲 哎 爸爸 求求你了 走吧 下午天就会晴的 你母亲 也绝不会答应的 会答应的 我保证 我去跟她说 你若是能说服你母亲 那我也同意 杨娜立即冲向 男爵夫人的房间 因为她已经急不可耐 早就盼望动身这一天了 她到鲁王城 进入圣心修道院之后 就没有离开 父亲规定 她到一定年龄之前 不准分心 只有两次例外 父母接她回巴黎 各住半个月 但毕竟是待在城里 而她一心向往的是去乡村 现在 她要到白杨田庄去萧夏 那座古老的庄园 是祖传的产业 建在一波附近的悬崖峭壁上 她期望到了海边 能自由地生活 得到无穷的乐趣 再说 那份产业早已确定留给她 她结婚之后 就要在那里定居 这场大雨 从昨天晚上下起 一直未停 这是她有生以来 头一个大烦恼 可是刚过三分钟 她就跑出母亲的房间 满楼地叫嚷 爸爸 爸爸 妈妈答应了 快到车吧 庞陀大雨 根本不见效 当四轮马车 驶到门口的时候 反而吓得更大了 亚娜要上车了 男爵夫人才有丈夫和使女 掺着下楼 那名使女 个头高大 身体健壮 像个小伙子 她是诺曼迪圣科地区人 年龄还不满18岁 看上去 却像是20出头了 她名叫罗莎丽 是亚娜的奶姐妹 因此在府上 被当作第二个女儿 罗莎丽的主要差事 就是搀扶老夫人 原来几年前呢 男爵夫人患了心脏肥大症 身体逐年发胖 现在肥胖得变了形 弄得她叫苦连天 老夫人刚走到古老公馆的台阶前 就已经气喘吹嘘了 她望着流水成河的院子 咕弄道 嗯 这可真有点胡闹 男爵一直笑呵呵地 应声说 嘿嘿 这可是您拿的主意啊 阿代莱德夫人 他妻子起了个华贵的名字 男爵叫她的时候 总是加上 夫人这种称谓 而恭敬中 却含有几分 讥笑的意味 男爵夫人又朝前走去 吃力地上了车 压得车身的弹簧 咯吱咯吱乱响 男爵坐在她的身旁 而雅娜和罗莎丽 则坐在背向的车凳上 厨娘吕迪芬拿来一袍斗篷 盖在他们的膝上 又拎来两个篮子 塞到他们的腿中间 然后她爬上了车 坐在西梦老头的身边 并用一条条大毯子 裹住全身 门房夫妇向前施礼送行 关上了车门 主人又最后叮嘱他们 注意随后运送行李的两轮大车 这才吩咐启程 车夫西梦老头顶着大鱼 他弓着背 低着头 整个人缩进三层领的外套里 急风暴雨 呼啸着击打车窗 雨水淹没了路面 两套马车沿河岸大道飞驰 一旁闪过靠岸排列停泊的大船 只见桅杆横横和绳索像拖叶的树木 光吐吐的 挺立在漆风苦雨的天空里 继而 马车拐入长街 行驶在 李不台山林荫大道上 不久 马车又穿过一片片牧场 时而望见 一株淋雨的柳树 像尸体一般 枝叶低垂 黯然雾吏在烟雨中 马蹄发出哒哒的声响 四个车轮 抛起飞旋的泥浆 车上的人沉闷不语 他们的神思好像大地一样 都被淋得失重了 老夫人仰着头靠在车厢上 闭起了眼睛 男爵无精打采地 凝望着雨中单调的天野景象 罗沙利西上放着一个包裹 他像牲畜一样发愣 一副平常百姓常有的神态 在这温序的雨天 唯独雅娜感到复活了 好似久久放在室内的一盆花草 已到了户外 他那快活的情绪 犹如繁茂的枝叶 折护他的心 免遭忧伤的侵袭 他虽然默默无语 但是真想放声歌唱 真想把手伸到车外接雨水喝 他观望外面 景物凄凉 全淹没在雨中 而他坐着马车飞驰 既躲风又避雨 心中好不快活 在庞陀大雨中 两匹马皮毛光亮的臀部 冒出腾腾热气 男爵夫人渐渐入睡 他那由六树整齐的卷发 相衬的脸庞 慢慢地垂下来 软绵绵地拖在 额下三道后褶上 而下端的褶皱 则没入汪洋大海般的胸脯里 他的脑袋随着呼吸一起一落 两边的腮帮子鼓起来 从微张的嘴唇里 发出响亮的憨声 丈夫朝他俯过身去 将一个皮夹子 轻轻地放到 他交叉搭在肥硕阔胸的双手里 这一触碰把他惊醒 他睡眼惺忪 直愣愣地看着这件东西 皮夹子滑下去 展开了 里面的金币和钞票 撒满了车 这一来他才完全清醒了 而女儿看到开心 咯咯大笑 男爵拾起钱币 又放到夫人的双膝上 说道 那 亲爱的朋友 阿尔托田庄 只剩下这些钱咯 我卖了那座田庄 好好修缮白羊田庄 从今往后 我们就要尝去住了 男爵夫人数了数 总共六千四百法郎 数完便把钱 从容地放进自己的兜里 男爵祖传三十一座庄子 这是卖掉的第九座 余下的田产 每年约有两万法郎的镜像 如果经营得当 每年收入三万也很容易 男爵一家生活相当简朴 这笔收入本来够用 可惜家里始终有一个 敞着口的无底洞 即乐善好施 乐善好施 吸光他们手上的钱 就像太阳晒干沼泽地的水分一样 钱花花的流淌 很快就流光了 怎么花出去的呢 谁也说不清楚 家里总有人说 真是怪事 今天我花出去一百法郎 还见不到买了什么东西 不过这种慷慨好施的行为 倒是他们生活中的一大乐趣 在这一点上 他们都心照不宣 达到了可歌可泣的默契程度 芽娜问道 现在我那庄园修得很美了 男爵性冲冲地回答 孩子 你去看看就知道了 雨势渐渐地小了 不久就飘着雨雾 化作飞飞细雨 天空密布的乌云仿佛飞升 颜色由黑变白 突然间 斜阳的异常树光芒 从看不见的云系中 射到牧场上 云层裂开了 露出蓝色的天穷 继而云系越裂越大 就像面纱撕开一样 只见成精幽碎的 壁空扩展开来 笼罩大地 一阵清爽的和风吹过 宛若大地 欣慰地尝出了一口气 就在马车 沿着园林行驶的时候 不时听见 一只晒羽毛的鸟儿 在欢唱 暮色降临 车上的人 除了雅娜之外 全都打起了瞌睡 他们在乡村小旅店 停了两次车 让马歇歇脚 喝点水 吃点烟麦饲料 远处响起了钟声 到了一座小村庄 他们点上了车灯 天空也点亮了返星 上了灯的庄户 熙熙落落 时而一点光亮 穿透了黑暗 猛然间 从一道秋缸的后面 穿过山树林的枝叶 升起一轮圆月 又大又红 仿佛还没有睡醒 夜晚十分温许 车窗玻璃放下半截 雅娜在梦幻中游泪了 饱览了美好的憧憬 现在也该休息了 不过一种姿势做久了 就会肢体麻木 她时而睁开眼睛 动一动 望一望车外 在明亮的月夜中 看见路边闪过一家 庄户的树木 或是散卧在牧场上 并抬头观望的奶牛 她换了个姿势 想重温一场恍惚的梦境 然而 马车持续不断的 隆隆声响 充斥着她的耳朵 令她神思倦怠 于是 她重新又合上眼睛 只觉得精神和躯体 都疲惫不堪 马车总算停下来了 男男女女手握灯笼 站在车门口迎候 终于到了 雅娜猛然醒来 一纵身跳下车 男爵和罗沙利 有一名装户照亮 几乎是把男爵夫人 抬下车的 老夫人的确精疲力竭了 她难受的哼哼哑哑 声息微弱地重复道 哎呀 老天爷呀 我可怜的孩子们 她不吃不喝 只想睡觉 刚上床就睡着了 只有雅娜和父亲 共进晚餐 妇女俩相视而笑 隔着餐桌 手拉着手 两个人都像孩子一样高兴 接着一道观赏 修气一心的庄园宅邸 这座诺曼底市的宅邸 位于城堡和农舍之间 又高又大 十分宽敞 能住下一个家族的人 一绿白石结构 只是年身日久 而变成灰色了 中厅特别宽敞 从前到后 将楼梯分成两个部分 前后对开着两扇大门 一进门的左右 都有楼梯 到二楼合起来 形同一座桥梁 横跨于门厅上面 为厅堂腾出很大的空间 楼下右手有一个异常宽大的客厅 墙上挂着花鸟图案的壁塔 全部家具都照着精美的锦绣 清一色拉风担寓预言的插图 亚娜惊喜交加 发现她小时候爱坐的一把椅子 那锦罩上秀的正是 狐狸和仙鹤的故事 大客厅的隔壁是书房 珍藏满满一屋子古书 接下来两个房间尚未派上用场 左手有新香了壁板的餐厅 床上用品存放室 餐具室 厨房 以及带浴室的一小套房间 一条走廊贯穿了整个二楼 两侧排列着石膳房门 右手最里端是亚娜的一套卧房 妇女俩走进去 这套卧房 男爵刚刚叫人修了一心 但所有的围满和家具 都是闲置在顶楼上的存货 卧室壁坦是芬朗德勒的产品 相当古老 图案上尽是古怪的人物 欢迎收听一生 作者莫博桑 由刘欣欣为您演播 雅娜姑娘一看见自己的雕床 便高兴地叫了起来 雕床四角有四只橡木雕刻的大鸟 全身乌黑油亮 拖载着床体仿佛守护天使 床体的侧面的浮雕 是鲜花和水果组成的两个大花篮 四根精雕细刻的床柱顶端 是克林斯式的柱头 是三种古典建筑柱室中最为华丽的一种 床柱上刻着玫瑰花和扭在一起的小爱神 这床雕床过分高大 但仍不识典雅 尽管年代已久 木料失去光泽 显得暗淡了一点 床照和天幕闪闪发光 犹如星辰交相辉映的天穷 那全是用深蓝色的骨筹做成的 上面绣着硕大的金黄色的百合花 雅娜姑娘仔细观赏了雕床之后 又举着照亮壁坛 看一看支的是什么土啊 一名贵族少年和一名贵族小姐 身着红黄绿三色奇异服装 正在一颗白果累累的蓝色树下交谈 旁边的一只大白兔正在吃灰色的小草 在这两个人物的正上方是远景画面 有无所坚定的小圆房子 再往上瞧几乎连着天空的地方 却竖着一架红色风车 这幅壁坛四周围绕着大型的花卉图案 另外两幅的图案跟这一幅相似 所不同的是房子里走出的四个小人 他们全身弗朗德勒人的装束 都朝天举起双臂 表示万分惊讶和愤慨 最后一幅壁坛上 值得是一幕残景 兔子仍在吃草 那青年横倒在旁边 好像死去了 少女凝视着他 正用利剑刺进自己的胸膛 树上的果子已经变黑了 雅娜不明白画面的意思 正要走开 忽悠发现边角有一只 极小的野兽 好似一片草蟹 图案上的那只兔子若是活的 只能一口把它吃掉 然而那只兽却是一只狮子 雅娜这才明白 这是皮拉姆斯和西北斯的悲惨故事 罗马诗人奥维德在《变形记》中 所讲述的一个爱情悲剧 把比伦这对恋人因家庭反对而私奔 相约在一棵桑树下会合 西斯贝先到 被母狮的吼声吓跑 慌忙中丢掉面纱 皮拉姆斯发现被母狮撕破的面纱 以为西斯贝被母狮吃掉了 便举刀自问 西斯贝回来看到此景 也自杀身亡 从此白色的桑树变成了黑色 他认为图案过分天真 虽然觉得好笑 但是这一爱情遭遇 能时刻唤起他美好的憧憬 这种古老传说中的温情 每一夜都在他的梦中盘旋 在这种氛围中安歇 倒是差强人意 室内其余的家具陈设 风格各异 全是世世代代的家传 从而使这类古宅 变成古董杂陈的博物馆 一个路易十四时代的五斗柜 做工十分精美 黄铜的包角还金光闪耀 五斗柜两边各摆着一把扶手园椅 却是路易十五时代的 还照着当时的花筹椅套 一张香木造的写字台 和壁炉摇香对应 壁炉台上 摆着一个求行照的帝国时代的座中 座中好似同志的风龙 由四根大理石柱 吊在金花盛开的花园上空 一根细长的钟摆 从风龙下方长长的缝隙探出来 摆锤就是发廊至赤膀的一只蜜蜂 永世在花园上飞来无去 钟盘是彩瓷的 香在风龙的中间 钟座响了 打了十一下 男爵亲了其女儿 回房休息去了 他最后环视了一下卧室 这才吹熄蜡烛 然而这张床只有床头靠墙 左手挨着月光 月光射进来 流泻在地上 宛若一汪 晶莹的水泉 月光反射到墙上 淡淡的 悄然爱抚 皮拉姆斯和西斯贝静止的恋情 再从床脚对面的窗口望出去 只见一棵大树 沐浴在 融融的月光中 雅娜翻过身去侧卧 闭上眼睛 过了片刻 又睁开了 她总还觉得 在车上颠簸 隆隆的车轮声 还在脑海中震响 起初她静卧不动 以为这样就能入睡 然而心情的交集 不久又传遍周身 她感到两条腿部时的抽动 浑身越来越躁热 于是干脆起身下床 赤脚赤臂 只穿着无袖的长睡衣 幽灵一般踏过 洒在地板上的 水洼式的月光 去打开窗户 向外眺望 夜色清朗 脚脚如白肘 雅纳姑娘认出 儿时所喜爱的 意境遗物 她首先望见 对面那一大片草坪 在月光中 淡黄的芳草 似乎涂上了一层黄油 主楼前面 助立着两棵大树 靠北的那棵 是梧桐树 靠南的那棵 是菩提树 一桶小灌木林 连接着这片草坪 还有五排古鱼 成为窄院的坪长 阻挡海上暴风的袭击 但是因受肆虐的海风 不断的侵蚀 一颗颗枝叶曲卷 关顶光秃倾斜 像房顶一样 这个庄园左右 各有长长的林荫路 将主宅同皮林的 两栋农舍割开 一栋农舍 住着库雅尔一家 另一栋住着马尔丹一家 林荫路两侧是参天的杨树 诺曼底地区称为白杨 这就是白杨田庄名称的由来 田庄外围平盏盏的一大片原野尚未开垦 长满了金豆 海风不分昼夜 在这原野呼啸冲荡 再往前不远处 海岸陡然倾斜 形成白岩的悬崖峭壁 直下百米 没入滔滔的海浪中 雅纳远眺 只见狭长的海面 波光淋漓 在星光下 仿佛睡着了 在这阳光藏匿的宁静时刻 大地上的各种香气都扩散开来 一株爬到一楼窗口的茉莉花 不断吐出 富裕的芳香 同嫩叶的清香混在一起 海风徐吹 送来咸味空气 和海藻年夜的刺鼻气味 雅纳姑娘畅快地呼吸 乡村田静的气氛 使她平静下来 就像洗了个凉水澡 傍晚醒来的各种动物 都在昏暗中 悄悄地忙碌起来 它们是在静谧的夜里 默默地度过一生 大鸟无声无息地掠过天空 犹如消逝的黑点 出没的影子 看不见的昆虫 嗡鸣声传至耳畔 有什么东西悄然地奔跑 穿过挂满露珠的草地 或是空无一人的杀劲 只有几只忧伤的蝉雏 冲着月亮 发出短促而单调的哀鸣 雅纳觉得自己的心境渐渐扩大 像这月夜一般 充满了续雨 又像周围有声的夜行动物一样 无数蠢动的欲念 突然活跃起来 它的心境和这种生机盎然的湿静 灵犀相通 在这月光柔美的夜晚 它感到神秘莫测地震颤在传递 无法捕捉地渴望在忌妒 它感到了一种类似幸福气息的东西 欢迎收听 莫伯桑一声 柳行星博奖 爱情 两年来 它春心萌动 越来越胶着难耐了 现在 它可以自由地去爱了 只需同那人 同它邂逅 它会是怎样的一个人呢 雅纳心中并不了然 甚至连想都没有想 反正 它 就是它 它只知道 自己会一心一意地爱它 而它也会 百般体贴地爱自己 它们俩要在同样的月夜中 在朦胧的星光下 一道散步 要手拉着手 身子位依着身子 听见两颗心的跳动 感觉到对方肩膀的温许 它们的爱情 同夏夜的自然甜美 融会在一起 两个人到了 心心相应的程度 仅凭相互间深情的力量 就能彼此窥透 内心最隐秘的念头 这种相亲相爱的情景 将在难以描绘的 柔情秘译中 持续永生 它猛地感到 它就在面前 捅它紧紧相味 一阵肉欲销魂的震颤 突然从脚下 隐隐地传至头顶 它双臂下意识地 紧紧地搂入胸口 仿佛抱住它的梦幻 它伸向那个陌生人的嘴唇 感到什么东西掠过 宛若春风给了它一个爱吻 它不禁心醉神迷 几乎倾倒了 它默地听见 宅邸后面的路上 有人趁夜色行走 心中不禁一阵狂喜 它竟然确信 不可能的事情 确信天缘的巧合 神域的预感 和命运的浪漫结合 竟不禁暗暗想到 莫 莫不是他吧 他追追不安地 倾听那行人 有节奏的脚步声 却信他会到大门口停下 前来投诉 然而 那人走过去了 亚纳一阵伤心 仿佛受了愚怒 不过 他很快意识到 自己渴望过甚 甚至痴心妄想 不觉哑然失笑了 于是 他平静下了一点 让自己的思绪 顺着更合情理的梦想之河漂流 极力推测自己的未来 设计自己的一生 他要和他在这里生活 住在这 府邻大海的 静谧的庄园里 自不代言 他要有两个孩子 给他生个男孩 给自己生个女孩 他恍若看见两个孩子 在梧桐树和菩提树中间的草坪上奔跑 而父母注视着他们 相互交换深情的目光 他这样幻想了很久很久 直到月亮行空 走完了路程 就要沉入大海中去了 空气更加清凉了 东方的天色开始泛白 右边农舍里一只公鸡打鸣 左边农舍的公鸡 摇香呼应 嘶哑的鸣声 鸡摇壁板 仿佛从遥远的地方传来 无银的天穷 不知不觉泛白 繁星也纷纷隐没了 不知什么地方 一只鸟儿啾啾地叫起来 啾啾之声 从树丛里传出 起初很细微 继而越来越响亮 从一只传到另一只 从一棵树传到另一棵树 终于叽叽喳喳 闹成一片了 雅娜忽然感到一片光明 她放开捂住脸的双手 抬头一望 就被曙光晃得 立刻又闭上了眼睛 扮演的白杨树林荫路后面的 一大片紫色云霞 将血红的光芒 投射到苏醒的大地上 巨大的火轮 渐渐拨开耀眼的云霞 将无数火焰置向树丛 原野和海面 直到天地之间 雅娜顿时欣喜若狂 面对这光辉灿烂的景象 她的心醉了 简直受不了这极度的欢悦 这无限的柔情 这是她的曙光 这是她的朝阳 这是她生活的开端 这是她希望的腾飞 她双臂伸向绚烂的天雨 真想拥抱太阳 她要倾诉 要欢呼像这黎明一样的神圣事物 但是 她却呆若目击 激情满怀 而又无从行动 她双手捧住额头 只觉热泪夺眶而出 于是她酣畅淋漓地哭起来 她从又抬起头来的时候 日出的绚丽景象已经消失 她感到心情平静下来 有几分倦怠 仿佛兴透过去了 她没有再关上窗户 就又上床躺下 胡思乱想了一会儿 这才进入梦乡 一直酣睡到八点钟 父亲叫她不答应 只好进房来把她唤醒 父亲要带她去看底宅 看她的底宅 休憩一心的情况 主楼对着田庄内的一面 隔了一个苹果园辨识村路 顺着这条村路走出去两公里 就上了从拉伏尔通废港的大道了 一条笔直的涌道 从木栅栏大门一直通到主楼台阶 庭院两侧各有一排厢房 是沿着两座农舍的水沟 用鹅卵石砌成的毛顶小屋 主楼的房顶已经翻新 门窗和墙壁全部修好 房间也都重新胡表过 整个内部粉刷一新 高大而灰秃秃的门帘 最近修补过 又换上新的银白色的窗板 使这座暗徽的古宅 倒像长了很多的斑痕 主楼背面正是亚娜 卧室一扇窗口的方向 隔着灌木林和被海风侵蚀的榆树墙 便可眺望大海 亚娜和父亲挽着手臂 到各处查看了一遍 连一个角落都不放过 然后妇女俩又沿着长长的白羊路漫步 白羊路就是这座庄园的边缘 树下的青草宛若铺开的地毯 庭院里的灌木林十分优美 条条趋境通幽 树丛里突然窜出一只野兔 让姑娘受了一惊 而那野兔跳过树墙向崖边跑去 钻到金豆丛中去了 午餐之后 阿旦莱德夫人还说疲惫不堪 要去休息 男爵提议带女儿去衣钵看看 妇女俩出门了 先是穿过白羊田庄所在的爱督风村 三个农民向他们失礼问好 仿佛一向就认识他们似的 二人顺着一道弯谷走进一片树林 这是一块坡地向海边倾斜 不久便望见衣钵村 一些妇女坐在各家的门口 缝补破烂的衣裳 瞧着这对妇女走过去 街道稍微倾斜 路的中间有水沟 每户门口都堆着垃圾 散发着一股刺鼻的沿路气味 各户之间亮着棕色的渔网 上面还挂着小银片式的一片片的榆林 每间房都是独居室 住着一大家子人 屋里难闻的气味都从门口散发了出来 几只觅食的鸽子在水沟边徘徊 雅娜觉得这一切很新奇 就当是观看舞台上的布景 拐过一道墙角的时候 她猛然看见大海 深蓝色平滑的海面 一望无际 欢迎收听 莫博桑一生 柳欣欣博奖 妇女二人在海滩前面停下来 观赏海景 远处海面行驶的白帆 好似飞鸟斩翅 左右两侧都筑立着悬崖峭壁 有一侧夹角挡住了视线 另一侧海岸线无限延伸 最后变成一道虚线了 附近有几道海湾 只见一道海湾里有码头和防舍 轻波细浪从鹅卵石上滚过 发出花花的声响 给海岸镶上浪花的摆鞭 当地的渔船被拉上岸 侧身握在石滩坡上 涂了沥青的椭圆形船线冲着太阳 几名渔夫正收拾渔船 好敢晚朝 一名水手上前兜售鲜鱼 雅娜买了一尾灵瓶鱼 要亲手拎回白洋田庄去 那人一高兴 还请他们上船游海 并一再重复他的名字 拉斯蒂克 约瑟夫拉斯蒂克 好让他们牢牢记住 男爵答应 绝不会忘记 雅娜拎着那条大鱼太累 便把父亲的手杖穿在鱼腮上 两人各抬一头 他们迎着风 神采奕奕 一路上高高兴兴 重又登上牙坡 像两个孩子一样 不停地唠叨 而他们的胳膊渐渐地累了 只好让肥大的鱼尾 拖在草地上 雅娜过着悠闲自在的生活 她看看书 遐想遐想 独自到周围转一转 她顺着大路漫步游荡 思想却踏入梦乡 有时她连蹦带跳 走下蜿蜒的小山谷 只见两个小圆丘上 盛开着金豆花 就像带着金灿灿的头巾 花香浓烈 再有热气熏发 好似纯酒一般 令雅娜心醉了 远处传来波浪 在滩头滚动的声响 她的神思就在波涛间颠荡 有时她感到拥戴 便躺在斜坡茂密的青草上 有时她转过一道谷口 在草蛙间猛然发现 一较蓝色的海 望着海面在阳光下 零零闪光 天边还漂浮一较白翻 她不禁喜出望外 好像在她头顶盘旋的幸福 神秘莫测的临近了 在这清新优美的乡间 在这天际浑云的静谧中 她开始喜欢独来独往 常常坐在秋冈上 久久不动 甚至小野兔都会 蹦到她的脚边 她还时常在悬崖上奔跑 迎着海风 丝毫不知疲倦 只觉得这样的活动畅快无比 犹如水中的鱿鱼 天上的飞燕 雅娜到处拨下记忆 犹如农夫在田地撒下种子 这些记忆在此扎根生长 直到消运的一天 在这山谷的一钩一鹤 她都投下一份心意 她对游泳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她仗着身体健壮胆子又大 意识不到危险 每次都游出去很远 在这清凉而蔚蓝的水中 游浮摇荡 她感到十分惬意 她游到离岸很远的地方 就仰卧在水面上 双手交叉在胸前 急目望着深邃的蓝天 只见不时掠过一只飞燕 或是一只白色飞鸟的青影 她再也听不见人语 维闻远处波浪在崖岸的序语 维闻从陆地滑到水面上 隐隐约约 难以分辨地喧闹 继而她在水中立起 放声呼喊 双手连连拍水 高兴得简直发了狂 有几回她游得实在太远 一只小舟便滑过去接她 她回到田庄时 饿得脸上失去血色 但是步履轻快 嘴角浮现微笑 眼里则充满喜悦的身材 至于男爵 她正在筹划重大的农事 要进行实验 采用新技术 试用新农具 引进外国两种 因此一天大部分时间 都在同农民交谈 而农民们听了她的打算 连连摇头 不相信能成功 她也时常跟一波村的船夫下海 她游遍了周围的岩洞 水泉和风顶 又想去捕鱼 充当一名普通的水手 在风快翻轻的日子里 椭圆的渔船在波浪上击齿 船夫从两边船线放下长线 一直放到海底 让成群的青鱼追逐 男爵拉着鱼线 激动的手指发抖 不久便感到一条鱼 在沟上挣扎 而扯动细细的长线 有时她还趁着月色 去起头天下的望 她爱听尾干 咯吱咯吱的声响 爱听清凉晚风的呼啸 她凭借一处岩顶 一座钟楼和沸梗的灯塔辨识方向 在海上长时间的巡逻 以便寻找渔网的游标 直到续扬的招灰射在甲板上 照得扇形宽摇鱼的年被 和大龄瓶鱼的肥肚皮闪闪发亮 她这才坐下来一动不动 觉得这一切真是一种享受 一上餐桌 她就兴致勃勃地讲述她下海的情况 夫人也对她说 她在白杨路上来回走了多少趟 但走的是右侧靠库亚尔家的那一条 而另一侧照不尽多少阳光 她是遵从多活动的衣主 才勉强出来多走走的 只要夜间的寒气一消散 她就扶着罗沙利的胳膊下楼来 可是全身还捂得严严实实 身上裹了一件斗篷 又搭了两条披肩 头上戴着黑色的风帽 还包了一条红色的毛围巾 她拖着有点笨重的左脚 从主楼的墙角到灌木丛的第一排树 沿着笔直的路一来一往 无休无止地重复 左脚下竟然踏出两条土印 草都不长了 她还吩咐在这条路的两端 各安一张长椅 每走五分钟她就停下脚步 对掺着她的可怜的好性儿使女说 咱们坐一坐吧 孩子 我有点乏了 每次停歇的时候 她就往长椅上摞点东西 先是包头的围巾 接着是一条披肩 继而是另一条披肩 然后是风帽 最后就是斗篷了 这些东西在路两端的长椅上堆成两堆 到开午餐的时候 罗沙丽就用那条闲着的胳膊抱着回去 下午 男爵夫人又出去散步 但是走得更缓慢 歇息的时间拖长 有的时候躺在椅子上打盹 一睡就是一个小时 这是专门为她推到外面的一把躺椅 她把这个称为 我的断裂 就像说 我的心脏肥大症一样 她十年前赶到胸闷 看过病 听医生说 心脏肥大症这个名称 从那以后 这个字眼就深深地刻在了她的脑海里 尽管她不大明白是什么意思 她总让男爵 雅娜和罗沙丽摸她的心脏 可是这颗心脏深深地埋在肥厚的胸铺里 谁也摸不出什么 然而她决定 她决定不再让任何大夫检查 生怕查出别的病症 她开口闭口就是她的心脏肥大症 说惯了就好像这是她的特殊病症 非她莫属 好比为她独有别人不能染指的一件物品 男爵说 我妻子的心脏肥大症 雅娜说 妈妈的心脏肥大症 就像说她的衣裙 帽子 或是雨伞一样 欢迎收听 莫伯桑一生 柳欣欣播讲 男爵夫人年轻的时候 非常漂亮 苗条的身材晒过一根芦苇 在帝国时期 她同所有军官跳过舞 还看过小说《科丽娜》 科丽娜是法国浪漫主义先驱之一 斯达尔夫人的小说 主人公科丽娜是一个 具有浪漫气质的天才诗人 因为社会偏见 在爱情上遭受挫折 成为悲剧人物 男爵夫人读了这本书 并感动得流下眼泪 打那以后 她的身心就像打上了 这部小说的烙印 随着身体一天天的发福 她的心灵 却越来越充满诗的激情 等到胖的离不开座椅的时候 她就神游雾外 想象自己经历 种种厌情的际遇 这些艳遇她特别喜爱 就总出现在她的幻想中 宛如八音和上了发条 没完没了的 走同一支曲子 凡是哀晚的浪漫曲 里面叙述飞燕 叙述女子落难的故事 都能毫无例外地 引出她的眼泪 她甚至爱听贝朗瑞的诗 贝朗瑞是法国十九世纪 具有鲜明的民主倾向的诗人 诗作赋予揭露性和战斗性 但也有一些银泳酒色的香艳歌谣 她很喜欢这些歌谣 因为歌中表现了缺憾感伤的情调 她常常几个钟头静坐不动 神思在梦幻中远游 她无限喜爱白羊田庄 只因近几个月来 迷上了瓦尔特斯各特 瓦尔特斯各特是苏格兰诗人 和历史小说家 夫人读这些书 觉得周围的景物和树林 荒原和大海 恰恰向她提供了 这些心爱小说的背景 每逢下雨天 她就关在卧室里 检阅她所说的珍藏 全部是从前的信件 有她父母的 有她订婚后男爵写来的 以及其他的书信 这些信件 全部收在写字台的抽屉里 这个写字台是桃花新木的 四面包角的铜片上 有尸身人面像 要检阅的时候 她总是以特别的声调说 卢沙利 我的孩子 把装着念心儿的抽屉 给我拿来 小石女婿打开柜门 取出那个抽屉 放在夫人身边的椅子上 男爵夫人便一封一封 细毒旧信 时而一滴眼泪 掉在信叶上 有时亚娜代替罗沙利 攒扶母亲出去散步 母亲就向她讲述 童年的记忆 亚娜姑娘在从前的故事中 看到了自己的影子 尤为诧异的是 她和母亲当年的念头和渴望 是何其的相似 的确 每一个人都认为 唯独自己的心灵 有种种的感受和嫉妒 而其实最初的人 早已经历过 最后一代男人和女人 也会有同样的感受 母女俩走得很慢 正和缓慢叙述的节奏 有时男爵夫人一阵气喘 叙述就中断一会儿 亚娜刚听了一个开头 神思就赶到了故事的前面 奔向充满欢乐的未来 在希望之乡流连忘返 一天下午 母女俩正在白杨路里端的 长椅上歇息 只见一位胖神府 从路口朝他们走来 神府老远就失礼 笑呵呵地走进前右视里 朗声说道 哎哟 男爵夫人 这一向可好啊 她就是本堂神父 老夫人出生在哲学家 辈出的世纪 又赶上革命的年代 由于不大信教的父亲 教养成人 因此她难得光顾教堂 她倒是挺喜欢神父 但那是女性本能的一种宗教情感 男爵夫人早把比科神父 忘得一干二净 一看见是她 不禁有些面有愧色 她表示歉意 说这次回田庄 没有通知神父 比科神父 倒是位好好先生 对此毫不介意 她端详着雅娜 称赞她气色很好 说吧做了下来 将三角帽放在膝头 连连擦额头上的汗水 她身体肥胖 满面红光 大汗淋漓 不时从衣兜里掏出一条 已经浸透汗水的方格大手帕 擦擦脸 又擦擦脖颈 刚把湿手帕放进教袍兜里 肌肤上又出现了一层汗珠 落在大幅鼓起的教袍巾上 和走路所挂的 飞尘参合起来 形成了一个个圆圆的小斑点 她是地道的乡村教师 性格开朗 非常健谈 为人非常宽厚 她讲述了好些事情 谈到当地的人 仿佛根本没有发觉 她这两名教民 还没有去做过弥撒 男爵夫人懒得去教堂 自然同她的信仰不明确有关 而雅娜早已经 厌匿了礼拜的仪式 乐得从修道院里脱身 男爵来了 他是犯神论者 对基督教教义不感兴趣 不过他认识这位神父已有多年 对他很热情 还留他共进晚餐 这位神父善于讨人喜欢 见什么人能说什么话 哪怕是最平庸的人 一旦因偶然的机会 有了管别人的权利 由于掌握别人的灵魂 就会无形中养成这种 狡邪的态度 男爵夫人对他 优理相加 大概是因为物以类聚 感到特别的投缘 这个大胖子 冲血的面孔 短促的呼吸 自然讨他这 气喘吁吁的胖腹的喜欢 晚上快上田时的时候 这位本堂神父 越发来了兴致 洒脱不拘 在愉快的一餐 接近尾声的时候 他的言谈举止 就显得十分随便了 他仿佛有了一个 得意的念头 忽然嚷道 嘿 本教区新来了一个人 得拉玛自觉 我应当把他 引荐给你们 本省的贵族世家 男爵夫人都了如指掌 他不禁问道 他是厄尔省的 德拉玛府上的人吗 神府点头应道 正是 夫人 他就是去年病故的 若望德拉玛子爵的公子 阿大莱得夫人最崇尚贵族 于是 他提出一连串的问题 了解到这位青年 为了偿还负债 将子爵府老宅卖掉 他在爱渡丰村 有三个庄子 就先在一个庄子落脚 三个农场 每年有五六千法郎的近乡 幸而子爵生来上检 量入为初 他打算住这普通的农舍 过两三年简朴的生活 但有些积蓄 再到上流社会去 也好有些颜面 以便攀上一门 条件优渥的婚姻 既无需借贷 也不必将庄田抵押出去 本堂神父还补充说 他呀 是个很讨人喜欢的青年 安分守己 又非常的稳重 不过 他在这里 无以消遣 于是男爵说 神父先生 把他带来吧 让他不时在这儿 来散散心 他们又转到别的话题上了 他们进入客厅 喝把咖啡 神父告别 要到庭院走一走 因为他饭后 有散步的习惯 男爵陪他出去 两人在主楼刷白的门脸前面来回的散步 他们的身影时而在前 时而在后 因他们面向或是背向月亮而已 有趣的是 这对背影一个精细瘦场 一个肥胖圆滚 还戴着圆魔帽 本堂神父从兜里掏出一支卷烟 放在嘴里嚼着烟蟹 他以乡下人的直率口气解释说 嘿 这个可以解割 我有点消化不良 继而 他望着告月行空的景象 突然感叹道 哎呀 这景象 永远也看不厌啊 说吧 他回楼向两位女士告辞 欢迎继续收听 《一生莫伯桑》 有刘星星为您演播 到了星期天 男爵夫人和雅娜去做弥撒了 这也是因不好辜负 本堂神府的一番雅意 弥撒之后 他们等候山府 想邀请他星期四去吃午饭 神府从盛气室出来 身边跟着一个高个子的漂亮青年 同他亲热地跨着胳膊 神府一看见两位女士 便露出惊喜的神情 高声说道 嘿哟 真是巧逢啊 男爵夫人雅娜小姐 请允许我给二位介绍你们的邻居 德拉玛儿子爵 子爵攻身失礼 说他久仰方明 结识两位女士 是他的夙愿 接着他侃侃而谈 表明他身安逝世 是个有教养的人 他生了一副女人都梦寐以求 男人都十分讨厌的好面孔 乌黑的卷发 半遮他微褐色光润的额头 两道云衬的浓眉仿佛修饰过 衬得他那眼白发蓝的 暗灰色的眼睛 更加深沉而温柔 他的睫毛又密又长 婴儿眼神富有感染力 能令沙龙里 高傲的美妇人动心 能使街头上提篮子 头戴变帽的贫家女回首 他那无精打采的目光 有一种魅力 给人以思想深刻 咳拓成珠的印象 他那浓密的胡须 又精美又鲜亮 遮住稍显宽阔的腮骨 大家寒暄了一阵便分手了 过了两天 得拉玛尔先生首次登门拜访 他到来的时候 男爵一家人正议论一张 粗目长矣 这是上午才安在客厅窗户 对面的梧桐树下的 男爵主张在菩提树下 再安一张 一号对称 男爵夫人最讨厌对称 表示反对 问及子爵的看法 他说同意男爵夫人的主张 继而子爵谈起当地情况 声称这里的风光十分秀丽 说他独自散步的时候 发现很多赏心悦目的景点 他的目光 十儿童亚娜的目光相遇 仿佛纯属偶然 然而 亚娜却有一种特殊的感觉 他突然扫来 又迅迹一开的一瞥 透露出一种温情的赞赏 和一种初醒的倾慕 去年故去的德拉玛尔老先生 生前恰巧认识男爵夫人的父亲 德·菊尔托先生的一位好友 这一层关系的发现 又引出话头 什么联姻关系 交往的日期 亲戚套亲戚的网络 谈起来无休无止 男爵夫人显示其惊人的记忆力 列举一些世家的先祖和后裔 在错综复杂的普系的迷宫里游荡 绝不会迷失方向 四决 请告诉我 索努瓦德·厄瓦弗洛那个家族 你听说过吗 长子贡特朗娶了 库尔西府上的一位小姐 即库尔西·库尔威尔的一个千金 四子娶了我的表姐的 拉罗什·奥贝尔小姐 我这位表姐后来又同 克里藏日府联姻 而德·克里藏日先生 又是家父的至交 他一定认识令尊大人 不错 夫人 不就是流亡国外 其子倾家荡产的那位 德·克里藏日先生吗 哦 对 正是他 他还向我的姑母求过婚 当时我姑父德·埃特里伯爵已经谢氏 但是我姑母嫌他有吸鼻烟的习惯 没有答应 对了 维瓦洛兹那家人近况如何 您知道吗 他们家到中落之后 约在1813年都离开都篮 前到奥弗涅去 我就再也没有听人提起过 据我了解夫人 老侯爵坠马身亡 留下两个女儿 一个嫁给了英国人 另一个嫁给一个叫巴索勒的人 据说那是个富商 把他勾引过去了 幼年听老辈人谈论而记住的这些名字 如今又翻腾出来 在他们的思想里 这些门当户对的婚姻 就跟国家大事一样重要 他们谈论那些从未谋面的人 就跟议论熟人一样 同样 在其他地方 那些人也议论他们 尽管相隔遥远 彼此却还有亲近感 几乎算得上固有亲朋 只因为大家同属于一个阶级 都有同样的血统 男爵生性孤僻 所受的教育 又同本阶级的信仰和偏见相抵伍 因此他不大了解住在这个地区的士族大户 便向子爵打听 德拉玛先生回答道 哦 这一地区贵族人家不多 他讲这话的口气 就像说海岸一带兔子不多一样 接着他详细介绍 这附近仅有三家贵族 一是库特里埃侯爵 堪称诺曼底大区的贵族首领 二是布里维尔子爵夫妇都出身 名门世家 却身居建出 最后就是富威尔伯爵 一个凶神恶煞的家伙 住在临水塘的窃渡田庄 为号打猎 据说他把妻子折磨得抑郁而死 此外呢 有几个暴发户在当地置田产庄园 但是与他们之间没有交往 子爵并不认识 子爵要告辞了 他最后一眼瞥向雅娜 显出更亲切 更深情 仿佛特意向他告别 男爵夫人觉得他挺可爱 尤其温文尔雅 男爵应声说 哦是啊 毫无疑问 他是个很有教养的青年 下一周 他们邀请子爵共进晚餐 此后他就成为常客了 他往往在下午四点光景到来 去他的临姻路找男爵夫人 再让他挽着自己的胳膊 帮他锻炼 雅娜若是没有出门 他就在另一侧搀扶母亲 三个人沿着长长的笔直临姻路 缓步而行 从一端走到另一端 不断地往返 子爵不大同雅娜姑娘说话 然而他那黑绒般的目光 却经常同雅娜 拦马脑式的目光相遇 有好几回 这对年轻人和男爵一起去一波 一天傍晚 他们在海滩上 拉斯蒂克老头过来搭讪 他嘴上总是叼着烟斗 他少了烟斗 总是怕比缺了鼻子还令人诧异 他上前说道 我猴家老爷 趁这风天赶明儿 往埃特塔跑一趟多来劲 回来也不费劲 雅娜双手合拢 说道 嘿爸爸 你愿意去吗 男爵转头问德拉玛先生 子爵 你去吗 我们一起去那里用午餐吧 事情随即定了下来 欢迎收听一生 作者莫博桑 由刘欣欣为您播讲 次日天刚亮 雅娜就起床了 等着父亲慢腾腾地穿好衣裳 妇女俩这才踏着招路 穿过平野 走进响彻鸟儿歌声的树林 到了海边 只见子爵和拉斯蒂克老头 已经坐在脚盘上等候了 有两名海员帮着拖船下水 几个男人用肩膀抵住船帮 使出全身的力气推船 在鹅卵石上艰难地向前移动 拉斯蒂克把涂了油的原木 塞到船底下 再回到自己的位置上 他拖长嗓音 不停地呼着耗子 好让大家随着耗子声 意其用力 船推到斜坡上的时候 一下子就自动滑行了 擦过鹅卵石 发出不仅撕裂的声响 船体一下到轻拨细浪上 便戛然停住 众人上了船 在长凳上落座 留在岸上的那两名海员 用力一推 就把船送了出去 从远海来的微风不断地吹拂 海面荡起涟漪 扯起的风帆 微微鼓掌 小船在海上平稳地行驶 几乎感觉不到颠簸 帆船先是远离海岸 天幕低垂 同海洋连成一片 路上悬崖助力 在脚下投下了一大片阴影 但有几处洒满阳光的草坡 将阴影劈开几个缺口 向后眺望 只见几片踪帆 驶出废岗的白堤 向前眺望 又见一块有孔洞的大岩石 圆圆的造型奇特 好像把长笔插到水中的大象 那便是小小的码头 埃特塔 雅娜举目远望 一只手抓住船帮 在波浪的摇荡中 感到有点眩晕 她觉得自然万物中 真正算得上美的只有三样 阳光 空间 和水 谁也不讲话 拉斯蒂克老头长得多 和翻后脚索 她不时地从凳下 取出酒瓶喝上一口 还是不断地抽她那破烟斗 那烟斗似乎永不熄灭 总是冒着一缕青烟 而另一缕同样的青烟 则从她的嘴角飘逸出来 谁也没见她重新点燃 比乌木还黑的瓦烟斗 也没见她往里面添加烟叶 有的时候 她抬手从嘴里取下烟斗 从喷烟的嘴角 朝海里喷出一长条棕色唾液 男爵坐在船头 监视着风帆 顶一名水手用 雅娜和子爵则并排坐着 两个人都有点局促不安 一种无形的力量 时时吸引他们的目光相遇 两个人同时抬起眼睛 就好像有一种清和力的作用 他们之间已经漂浮着一种 朦胧的难以捕捉的柔情 的确 两个年轻人在一起 小伙子长得不丑 姑娘容貌又美 他们之间就很快会萌生这种柔情 雅娜和子爵相互挨着感到愉悦 也许由于彼此在相互私慕吧 太阳升起来了 仿佛要居高纵观下面浩瀚的大海 而大海似乎要卖弄风骚 裹上了一层雾气的青纱 遮住阳光的青睐 这层雾气贴近水面 呈淡黄色 又是透明的 什么也遮不住 却使远景更为柔和 金轮投射火焰 融化了明亮的雾暗 当它展示全部威力的时候 雾气就消散 化为乌有了 于是大海平滑地晒过镜子 在朗罩下开始夜夜发光 雅娜非常激动 喃喃说道 多美啊 子爵附和道 哦 是啊 真美 清朗甜静的沉景 似乎在他们心中唤起了回声 埃特塔的高大拱门 赫人出现在前面 好似悬崖的两条腿跨入大海 拱高可以行船 一根尖尖的白色石柱 助力在第一道拱门前面 翻船靠岸了 男爵头一个跳下船 拉住缆绳 把绳系在岸边 子爵把雅娜抱上船 免得他失了脚 然后他们并肩走在南行的鹅卵石滩 心情还为刚才短暂的拥抱而激动 忽然 他们听见拉斯蒂克老头对男爵说 哦 照我看 他俩在一起 还挺般配的 他们来到海滩附近的一家小客栈 在欢快的气氛中共进午餐 在无限甜静的大海上 他们的声音和思想 似乎变得迟钝 都默默无言 到了餐桌 他们的话多了起来 像度假的学童一样喋喋不休 一点点的小事 都能给他们增添无穷的乐趣 拉斯蒂克老头落了座 将还在冒烟的烟斗 小心翼翼地收到贝雷帽里 逗得大家哄堂大笑 他那九糟鼻子 大概有吸引力 一只苍蝇屡次落在上面 他用手驱赶的时候 想抓住动作又慢 苍蝇飞开 落到影屎斑斑的薄纱窗帘上 似乎还贪婪地 窥视着船夫红红的大鼻子 一会儿又飞回来 要落在上面 苍蝇每飞一回 都引起一阵大笑 老汉鼻子被骚得发痒 实在不耐烦了 便咕弄一句 这家伙跟娘们一样缠软 逗得雅娜和子爵前仰后合 笑出了眼泪 赶紧用餐巾捂住嘴 尽量抑制住笑声 喝完咖啡 雅娜提一说 出去散散步好吗 子爵立即站起来 但是男爵愿意在石滩上晒太阳 说道 你们去吧 孩子们 过一个小时再到这儿来找我 两个年轻人一直走去 经过当地的几家茅舍 又路过一座好似大农舍的小庄园宅地 眼前便展现空旷的山谷 风帆在海上飘摇 打破他们日常的平衡 使他们精神倦怠 而咸味的空气 又刺激他们的食欲 接着一顿美餐 身子不免发懒 而餐桌上快活的气氛 又令他们兴奋 此刻他们真的有点忘情 就想在田野里飞跑狂奔 雅娜听见耳朵里嗡嗡作响 感到心潮澎湃 磨得产生种种新的感觉 头上历日炎炎 路两旁成熟的庄稼 被晒得垂下头 锅锅多得像青草 在小麦和黑麦田里 在岸边的灯芯草丛中 各处都响起细微而过躁的名声 在这入暑熏征的天空下 再也听不到别种声音 天空金灿灿的 就像金属接触炉火一样 顺时间就要烧红 他们望见右手不远处有一片小树林 便朝那个方向走去 一条狭窄低洼的路径穿过树林 两边大树参天 浓阴蔽日 二人一走进林中 就感到清凉的潮气袭来 刺激皮肤打寒斩 一直沁入肺腑 这里周年不见阳光 风也透不进来 因此寸草不生 地面上只覆盖着一层青苔 他们继续往前走 瞧那边 咱们可以去坐一坐 雅娜说道 两棵枯死的老树 给葱玉的枝叶开了一个天窗 一束阳光照射下来 晒暖了地面 唤醒了青草 蒲公英 和葛藤的新雅 催开了薄雾状的小白花 和纺锤形的杨帝皇 各种各样的飞虫 蝴蝶 蜜蜂 粗短的胡缝 像苍蝇骷髅一样的巨型裤纹 带斑点的粉红色瓢虫 闪着绿光的甲虫 长着触角的黑翘虫 都聚集在这清凉的浓荫虫影中 凿开的一口明亮温暖的天井里 两人坐下来 头躲在阴凉里 脚伸到暖阳下 欣赏着一束阳光 就能使之盈盈活跃的小生命 雅娜感叹道 在这里多舒服 相见多好啊 有的时候 我真想变成苍蝇或是蝴蝶 躲藏在花丛中 他们谈起各自的情况 各自的习惯和情趣 就像焦心那样娓娓轻弹 子觉说她已经厌恶上流社会 不想再过那种无聊的生活 说那种生活总是老一套 根本见不到一点真心和诚意 上流社会 雅娜很想去闯一闯 然而她事先就确信 上流社会绝比不上相间的生活 两颗心越靠近 两个人就越客气 相互称呼先生和小姐 同时两幅目光 也越来越含笑 越来越交织在一起 他们感到自身 萌生了一颗慈爱之心 一种博爱之情 萌生了对万物从未有过的兴趣 两个人返回时 男爵已经步行 去关上闺房了 那是悬在崖顶的一个石洞 他们只好在小客栈等候 男爵在崖顶走了很久 直到傍晚五点才回来 几个人重又上船 风顺翻轻 船稳稳的行驶 一点也不颠倒 毫无行进的感觉 微风徐徐 时段时许 船帆也时而瘴气 时而贪软在桅杆上 浑厚的大海 仿佛变成一片死水 太阳也散尽了热力 沿着圆形的旅程 逐渐靠近海面 大海这么凝肿 船上人又不觉坚没了 过了一会儿 雅娜终于说 我多么喜欢旅行啊 子爵应声道 是啊 不过独自一人旅行太寂寞了 至少要有个旅办 彼此可以交流旅途的观感 雅娜沉吟片刻又说道 这话也对 然而我还是愿意一个人散步 独自一个人独自一个人狭想该有多好呀 子爵凝视它认识它许久 说道 两个人 亚娜沉吟呐吟呐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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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许吧 他抬头凝望天边 似乎要看得更远些 继而他慢声慢语地说 我想去意大利 还要去希腊 嗯 对 去希腊 还要去 柯西加 那里一定非常美 富有蛮荒的野区 子爵却喜欢瑞士 喜欢那里的牧房和湖泊 雅娜则说 不 我喜欢的地方 要么是像柯西加那样新开发的 要么是像希腊那样古老 而充满史记的国家 我们从小就知道那些民族的历史 现在再去寻找遗迹 观赏发生历史大事件的地方 发古人之忧思 该多么有趣味啊 子爵没有这种情怀 他说 英国对我倒是很有吸引力 到那儿能学到很多东西 就这样 二人神游全世界 从南北两极直到赤道 议论每个国家的美景名声 赞赏他们意想中的风光 以及一些像中国和纳维亚半岛北部地区的奇异封锁 然而 谈论到最后 还是认为世界上最美的国家当属法兰西 因为这里气候温和 冬暖夏凉 既有肥沃的田野 茂密的森林 平静的大江大河 又有辉煌的雅典时代之后 再未出现过的艺术的繁荣 谈到这里 两个人都住口了 夕阳坠得更低 仿佛在流血 一条宽宽的光波 一条光彩炫目的大路 从海洋的边际一直延伸到 翻船荡起的波浪 风完全停了 风波平复 染红的风帆也静止不动了 无边的静寂仿佛麻痹了整个空间 在自然物愈合的景观周围 布下一片幽景 这时在天空下 大海坦露出 他那流体光灿的胸腹 等待着一团烈火的晴朗投入怀抱 太阳仿佛燃烧着晴雨 浑身通红 加速冲了下去 终于同大海结合 渐渐被海水吞没 一股凉风随即从天边吹来 大海起伏的胸脯一阵战力 就好像被吞没的火轮 向尘世发出快意的叹息 黄昏特别短促 夜幕很快降下来 镶嵌着闪闪的亮星 拉斯蒂克老头划起双脚 这时再往大海 只见灵光闪烁 雅娜和子爵并排坐着 凝视抛在船后 起伏荡漾的波光 他们几乎什么也不想了 只是心不在焉的观赏 沉浸在甜美舒适的夜色中 雅娜的一只手扶在座凳上 而子爵的一根手指 仿佛无意中触到她的手 她感到这轻微的接触 并没有把手抽回来 只是感到有点吃惊 喜悦和害羞 晚上回到闺房的时候 雅娜觉得自己的心情特别激动 总要触景生情 看到什么都想流泪 她凝视着坐中 心想小蜜蜂来回摆动 正向心跳 以为朋友之心的跳动 小蜜蜂将是她一生的见者 以活泼而均匀的滴答声 陪伴她的欢乐和忧伤 于是她抓起金黄色的蜜蜂 在她的翅膀上吻了一下 现在她见到什么都想亲吻 忽然想起抽屉里 还收着一个旧日的布娃娃 便去翻了出来 简直乐坏了 就像见到心爱的朋友一样 把布娃娃紧紧地搂在怀里 在那涂红的脸蛋 和浅黄色卷发上 连连热烈的亲吻 她抱着布娃娃 陷入沉思 她心中千呼万唤的终身伴侣 仁慈的天主 安置在她人生之路上的人 难道就是她吗 她要把自己的一生 奉献给专门为她二生的人 难道就是她吗 两情相依 孕育爱情 紧紧结合而永不分离 难道这就是二人的共同命数吗 她还从来没有体验过 周身骚动不安的这种激情 这种如痴如狂的陶醉 这种她以为是炽热爱情的内心冲动 然而她觉得自己爱上她了 因为她一想到她 她就感到心醉神迷 不能自已 然而她总是不由自主地想起她来 她在面前就搅得她心神不安 目光相遇时 她的脸就红一阵 白一阵 听到她的声音 她就感到浑身站立 这一夜 她几乎未眠 此后春心荡漾 爱的欲望日益强烈 日益侵扰她的心 她不断地叩吻自己的心声 也常常数花瓣望云彩 至前壁 以占卜自己的命运 第十集 忽然 一天傍晚 父亲对她说 明天早晨你好好打扮打扮 她不禁问道 有什么事吗 爸爸 父亲答道 这是个秘密 次日 雅娜换了一身浅色的衣裙 更加焕发青春的光彩 她下楼走到客厅 看到桌子上摆满了糖果盒子 椅子上还放着一大树鲜花 一辆马车驶进庭院 只见车厢上写着 费港勒拉糕点铺 城办婚宴 厨娘 吕迪芬和一个帮厨打开车后门 取出好多香气四溢的扁形提栏 德拉玛子觉到了 她的裤腿 绷得笔直 用袋子系在脚下 一双亮光光的小号皮靴 显出她的脚特别的鲜小 掐腰的长礼服十分得体 胸前露出衬衣的花边 一条精致的领巾 缠了几道 迫使她高高挺起脑袋 那鹤发俊美的头颅显得严肃高贵 派头十足 她的神态也异乎的寻常 最熟悉的人一经打扮 就会突然间判若两人 雅娜十分的惊诧 仔细的打量着她 就好像从未见过面似的 觉得她气宇轩昂 从头到脚都表明是个大贵族 子觉躬身一礼 笑呵呵的说道 嗨 这位小姐 准备好了吗 雅娜诺如地问道 这 准备什么呀 究竟是怎么回事 男爵打道 呵呵 一会儿你就明白了 套好的马车驶了过来 阿德莱德夫人盛装打扮 由罗沙利扶着下楼 罗沙利一见德拉玛先生这副堂堂仪表 不由的万分激动和艳险 男爵看在眼里 便笑声地对子觉说 瞧瞧 子觉 我觉得我们的小使女看上您了 子觉的脸刷得红了 一直红到耳根 她扬装没有听见 急忙捧起那一束花献给亚娜 亚娜接过花束 更加诧异了 四个人登上马车 厨娘吕迪芬端来一碗冷肉汁汤给男爵夫人垫垫肚子 她也感叹一声 真的 夫人 这真像办喜事 到了一波 大家下了车 徒步走进村子 船夫们换上还有存放的褶皱的新装 从家门出来向一行人势力 并同男爵握手 随即跟在后面仿佛宗教仪式的行列 子爵让亚娜挽着手臂走在队伍的前头 到了教堂门前队列停下 唱诗般的一名儿童走出教堂 直挺挺地举着一根根银制的大十字架 后面跟着一名儿童身穿红白两色袍衫 双手捧着带有圣水刷的圣水鱼 随后又出了三名唱圣诗的老者 其中一位是跛脚 接着又是吹蛇行风管的乐诗 最后本堂神府走了出来 只见他那突出的肚腑上 交叉配着金黄色的金带 他以微笑和点头到了早安 随即眯起眼睛口中念念有词 将那顶三角帽压在鼻子上 跟在他这身穿白发袍的班子的后面 一直朝海边走去 一大群人等候在海滩上 围着一只劈彩的新游船 桂杆 丰帆 和绳索上都挂了彩带 随风飘舞 船尾赫然骑了金黄色的船号 亚纳 拉斯蒂克老头就是这只由男爵出资建造的游船的船长 他迎着队列走了过来 这个时候所有男人都意气脱帽 而一排身穿大者垂肩的黑色宽道袍的修女 一望见十字架便围成一圈 跪在地上 本堂神府由唱诗般两名儿童陪伴走到游船的异端 而那三位唱圣诗的老者则走到另一端 他们身穿白色发衣 但是蓬头垢灭 胡子拉叉 好在态度十分严肃 他们的眼睛紧盯着圣诗唱本 放开喉咙 在清朗的早晨高声歌唱 每当他们止气唤生的时候 蛇行风管便独自继续乌野 乐手吹得十分起劲 鼓起两腮 把灰色的小眼睛都挤没了 前额和脖子的皮肤 好像要挣脱骨肉似的 平静而透明的大海 脸容静默 仿佛也在参加这支游船的命名典礼 他只有一指高的轻波细浪 擦着鹅卵石岸 发出细微的声响 白色的大海鸥 展翅在蓝色的天幕上 画着弧线飞远了 盘旋一圈又回来 仿佛也要看看 下面跪着的人究竟在干什么 随着拖了五分钟的一声 阿门长枪 唱诗便停了 神佛咕弄着几句拉丁文 但声音着重 只能听出拉丁文响亮的词味 然后 神佛围着游船走了一圈 同时洒着圣水 接着 他站在船前 面对着指手助力的 游船的教父和教母 开始送到祝圣寺 游船的教父保持着 英俊青年的庄重神情 而教母 这位少女 却突然激动地 喘不上气来 双腿发软 浑身抖得厉害 连牙齿都大战了 近来营绕心头的梦想 在一种幻世中 骤然化为现实了 有人说过半喜事 而神佛又在这里祝福 身穿白色法衣的人 唱着圣诗 此情此景 难道不是为他 举行婚礼吗 他的指尖 难道仅仅是 神经质的颤动 这萦绕心头的梦想 会不会通过他的脉管 传到他身边的 这个人的心中 他领悟了吗 猜出了吗 他会像他一样 也沉醉在爱情中吗 或许 他无非凭经验就知道 哪个女子 也抗拒不了他吧 亚娜突然感到 她的手握紧了 先是轻轻的 继而越来越用力 简直要把她的手捏碎了 子觉脸上不动声色 趁着没人注意的时候 她悄声说 一点不错 她十分清楚地说 哎 亚娜 你若是愿意的话 这就算是 我们的订婚礼吧 亚娜缓缓地垂下头去 也许就是表示手肯 神符洒胜水的时候 有几滴 恰巧落在他们的手指上 仪式结束 修女们站了起来 返回的路上 队伍就乱了 唱诗般的儿童 举着的十字架 丧失了威严 溜得很快 而且东倒西歪 有时向前倾斜 几乎触到地上 神符也不再送倒 跟在后面一路小跑 唱圣诗的老者 和蛇行风管的乐手 都朝近路 钻进一条小街 以便尽快换下法衣 同样 船户们三五成群 也都在匆匆地赶路 他们头脑里 转着同一个念头 犹如厨房里的香味 这一念头 促使他们的腿身的 更长 刺激他们流下口水 还钻进他们的肚子里 搅得他们的肠胃 咕噜噜直角 一顿丰盛的午餐 正在白杨田庄 等候着他们 一张大餐桌 摆在庭院的苹果树下 有六十位宾客入席 都是船户和农夫 南爵夫人 坐在正中主位 左右两边 则坐着两位身妇 即伊波和白杨田庄的 本堂神父 南爵呢 坐在对面 左右呢 则是乡长夫妻 乡长夫人已经上了年纪 是个瘦骨临寻的乡下妇女 她向四面八方 频频点头致意 她那窄窄的脸庞 紧紧裹在 诺曼底式的大布帽里 真像是一个 长着白关子的鸡脑袋 而她的眼睛 却是圆圆的 总是一副 惊奇的神色 她在餐桌上 一小口一小口 吃得很快 就像用鼻子 在餐盘里啄食一样 雅娜坐在游船的 教父子爵的身边 她一声不响 还在幸福之乡游荡 头脑里一片 欢乐的喧闹 对周围的一切 视而不见 听而不闻了 忽然 她问紫爵 您的爱称 究竟是什么 紫爵回答 叫雨莲 原先您不知道吗 雅娜没有再应声 心里却想 这个名字 今后我要常常 挂在嘴边上 吃吧午餐 男爵夫妇一行人 把船户们丢在庭院里 他们走到宅邸的另一边 男爵夫人由丈夫掺着 由两名神父陪同 开始她的锻炼 雅娜和雨莲 则一直走到灌木林 钻进枝叶茂密的小径 雨莲猛地抓住她的双手 问道 怎么样 你愿意做我的妻子吗 雅娜垂下头去 雨莲又懦弱地追问 我恳求你 给我个答复吧 雅娜缓缓地 抬起眼睛看着她 从雅娜的眼神里 她看到了回答 一天早晨 没等雅娜起床 男爵就走进她的闺房 坐在床脚边上 对她说 得拉玛儿子爵先生 来向我们求婚了 雅娜一听 真想用被单把脸捂住 父亲又说道 我们没有立刻答应 雅娜呼吸急促 激动地说不出话来 过了半晌 男爵微笑着补充说 我们不跟你商量 就不愿意做出任何决定 你母亲和我 都不反对这门亲事 不过 我们也不想替你做主 你可比她富有多了 然而 生活想要幸福 就不能只考虑钱财 她父母双亡 你若是肯嫁给她 那么咱们家 就等于招了一个进门女婿 你若是嫁给另外一个人 那么你呀 我们的女儿 就要进入陌生人家 去生活了 这个年轻人 挺讨我们喜欢 你呢 他也讨你喜欢吗 雅娜的脸红到头发根 结结巴巴地说 爸爸 我 我愿意 父亲始终微笑着 盯着女儿的眼睛 低声说道 我看出点苗头了 我的小姐 这一天直到晚上 雅娜仿佛喝醉了酒 不知道自己在做些什么 常常随手拿错东西 都没有走两步路 两条腿却软绵绵的 疲惫不堪 傍晚六十许 雅娜正陪着母亲坐在梧桐树下 只见子爵来了 姑娘的心 砰砰狂跳起来 年轻人从容地走到母女二人跟前 伸手托起 男爵夫人的手指 吻了吻 接着 又托起少女颤抖的手 把嘴唇 紧紧地贴在上面 给了一个深情而感激的长吻 于是 他们进入了订婚后的美好季节 二人往往单独交谈 不是躲在客厅的角落里 就是坐在灌木林中的斜坡上 有时候 他们在男爵夫人的白杨路上散步 雨连讨论着将来的生活 而雅娜则眼睛低垂 注视着被母亲踏得露出泥土的足处 婚事一定下来 就要及早成亲 商定六周以后 即8月15日举行婚礼 然后年轻的新婚夫妇 立刻动身旅行 去读蜜月 让雅娜挑选她要游览的地方时 她决定去科西加 说是那里要比意大利的城市清静得多 他们等待着确定下来的婚期 但是心情并不特别着急 只是情意绵绵 哪怕轻轻的爱抚 手指微微的触摸 炽热的眼神 他们都体会到妙不可言的甜美 而深情的目光久久对视 仿佛两颗心灵交汇起来 不过 心情有时也隐隐动摇 朦朦胧胧的渴望着那交欢之夜 办喜事的时候 决定只请利松姨妈 不要外客 这位姨妈是男爵夫人的包妹 作为俗人 寄宿在凡尔赛的一座修道院里 父亲谢氏之后 男爵夫人想接妹妹来移出生活 可是这位老小姐 认定自己是个无用又爱事的人 会给全家人带来不便 就决定隐居 修道院有房子 租给一生孤苦伶仃的人居住 她有时候也到姐姐家里住上一两个月 利松姨妈个子矮小 平时不言不语 不惹人注意 到用餐的时候才露面 餐后又上楼去 终日关起门来 待在卧室里 她样子和善 虽然才42岁 却显出老态 目光和蔼而忧赏 她在家中一向毫无地位 小时候既不调皮 模样又不俊美 没有什么人拥抱亲吻 她总是安安静静地躲在角落里 此后 她就一直被视为无足轻重的人 以至于长大成为姑娘 也没有任何人理财 她就像一个影子 或是一件熟悉的物品 就像是一个活家具 司空见惯 而从来无人关切 她姐姐未出阁的时候 受家里习惯看法的影响 把她视为没有出息的 无足挂齿的人 大家对待她十分随便 和蔼的态度里隐藏着蔑视 她本名叫利斯 但好像总觉得并不配这个年轻娇艳的名字 后来大家见她没有嫁出去 而且绝不可能嫁出去了 就把利斯改为利松了 雅纳出生之后 她就成为利松姨妈 这个卑微的亲戚有洁癖 胆子 小得要命 连见到姐姐和姐夫都害羞 姐姐和姐夫待她挺不错 但也是出于范范的轻易 其中掺杂着无关痛痒的温存 不自觉的怜悯和天生的仁慈 有的时候 男爵夫人提出自己年轻时遥远的往事 为了表明一个时期 便说 就是利松干出荒唐事的时候 但是 男爵夫人从来没有进一步的说明 因此 这件荒唐事始终笼罩着迷雾 原来 利斯二十岁那年 一天傍晚 他突然投水自杀 不晓得是什么缘故 看他平日的行为举止 绝料不到他会干出这种傻事 他被救起来的时候 已经是气息奄奄 父亲母亲暴跳如雷 朝仓天举起手臂 但并不追究这种行为的眼中 只说荒唐 荒唐 就算了事 就像谈起不久前 马出了事情一样 那匹叫磕磕的马 崴在车折里时 折断了一条腿 后来 只好被宰掉了 利斯 即不久之后的利松 自此之后 被看成是一个神经脆弱的人 全家人对他轻微的蔑视 慢慢的渗入周围所有人的心里 就连小雅娜 凭着儿童天生的敏感 也不把他放在眼里 从来不上楼到床前去亲他 从来不走进他的卧室 只有使女罗沙利在收拾房间的时候 似乎才知道他住在哪儿 利松姨妈走进餐厅用餐的时候 小家伙才按照习惯走过去 把脑门伸给他亲一下 仅此而已 平时谁要是同他说话 就派个仆人去叫他 他若是不在 谁也不会注意 谁也不会想到他 更不会担心地问起来 咦 今天早晨 我怎么没有见到利松呢 他在家中毫无地位 这种人 就是连亲人 也一直感到很陌生 仿佛尚未经勘探 死了也不会给家里留下空虚和缺憾 他这种人往生一世 既不能进入生活 入室随俗 也不能赢得 在周围生活的人们的爱心 称他为利松姨妈时 这几个字在任何人的思想里 也不会唤起丝毫的感情 就跟讲咖啡壶 或者糖罐子一样平常 他走路的时候总是小碎步 无声无息 从不触碰任何物品 仿佛赋予物品 以绝无反响的特性 他的双手像是棉续做的 无论触摸什么东西 都是那么轻轻的 软软的 他是七月中寻到的 听到这件婚事特别激动 带来一大堆的礼品 但是人微物轻 别人几乎视若未见 他到达的次日 别人就不再注意他的存在了 然而 他内心却无比的激动 眼睛总盯着这对未婚的夫妇 他亲手给新娘做贴身的衣物 独自关在无人来看他的房间里 好像一个普通的裁缝 干得十分的奇迹 十分的惊心 投入了极大的热忱 他不时把亲手锁了边的手帕 绣了边好的餐巾 拿给南爵夫人看 问道 你看这样行吗 阿大莱德 而南爵夫人随意地看了一眼 回答说 哦 我可怜的李宗 你可别费这个心了 第十二集 七月底的一天 白昼暑气熏蒸 到了晚上 月亮升起来 夜色清朗而温馴 这种夜色恰能乱人心取 聊人情怀 令人百感丛生 心潮澎湃 仿佛唤醒心灵中 全部隐秘的事情 田野温馨的气息 进入宁静的客厅 在照灯头在桌上的亮圈里 南爵夫人正在 无精打采的打牌 李宗姨妈坐在 他们身边知东西 而一对青年人 则已在 敞着的窗口 观赏 洒满清灰的庭院 菩提树和梧桐 将影子拨在 大片的草坪上 草坪泛白 耳亮晶晶的 一直延展到 黑乎乎的灌木林 夜色如此柔美 草木树林 月光朦胧 雅娜经不住 这种魅力的吸引 回身对父母说 好爸爸 我们要到 楼前的草坪上 散散步去 男爵眼睛没有离开牌 回答道 去吧 孩子们 说吧 仍继续打着牌 两个年轻人出了楼 开始漫步 在大片明亮的草坪上 一直走到 后面的灌木林 时间渐晚 他们还不想回来 男爵夫人疲倦了 想上楼回房歇息 她说 嗯 应当把那对恋人 叫回来了 男爵朝明亮的大庭院 望了一眼 看见那对丽颖 在月下游荡 于是说道 哎呀 随他们去吧 外面的月色多好 李松会等着他们的 对不对啊 李松 老小姐 抬起神色不安的眼睛 切声切气的回答 哦 当然 当然 我要等着他们 由于持续一天的高温 男爵也敢困乏 他扶起夫人 说道 我也要歇息了 于是 他掺着夫人走了 这个时候 李松姨妈也站起来 把刚开始的活迹 毛线和长针 搭在椅子扶手上 他走到窗口扶住窗栏 观赏明媚的夜色 那对未婚夫妻 在草坪上走个没晚 从灌木林到楼前的台阶 又从楼前台阶到灌木林 他们紧紧地握着手 谁也不说话 仿佛脱离了刑海 同大地散发的 有形的诗意 交合融会了 亚娜猛然望见窗口 由灯光映现的老小姐的身影 她说道 你 李松姨妈望着咱们呢 子爵抬起头 不加思索地随口应道 是啊 李松姨妈望着咱们呢 说吧 他们继续幻想 继续漫步 继续沉浸在热恋中 不过夜路打湿了草坪 凉气袭人 他们微微打了个寒战 咱们回去吧 亚娜说道 于是 二人回到楼内 走进客厅 又见李松姨妈 重又打起毛线 低头做活 纤细的手指略微发抖 仿佛太累了 亚娜走到跟前 说了一句 姨妈 该去睡觉了 老小姐扭过头去 眼圈发红 好像流过泪 不过 这对恋人丝毫没有留意 然而 年轻人忽然发现 姑娘秀丽的鞋全打湿了 不免担心 深情地问道 这双宝贵秀气的脚 一点都没觉得冷吗 姨妈的手指猛然剧烈地颤抖起来 活迹从手中滑落 线团在地板上滚出去很远 她慌忙用双手捂住脸 湿声呜呜地哭起来 这对未婚夫妇一时愣住 惊愕地看着她 亚娜慌了神 一下子跪在地上 一再追问 丽松姨妈 你怎么了 到底怎么了 可怜的女人伤心地浑身抽搐 还带着哭声 断断续续地答道 因为她刚才问你 这双宝贵秀气的脚 一点一点也没觉得冷吗 从来没有人对我说过这种话 对我从来没有 雅娜又惊讶又觉得可怜 可是一想到有人向利松谈情 说爱的情景 就要忍俊不禁 子觉已经转过身去 掩饰她怯笑的快活深情 这个时候姨妈豁得站起身来 毛线落在地上 活气扔在椅子上 没有照明 就冲进昏暗的走廊 摸索着回房间 客厅里只剩下两个年轻人了 他们面面相去 觉得又开心又哀怜 雅娜轻声说道 唉 这个可怜的姨妈 今天晚上她又有点犯病了 雨连打道 二人指手相对 还舍不得分开 于是在姨妈刚坐过的空椅子前面 轻柔的 极为轻柔的 她俩的嘴唇贴近 第一次接吻 第二天 他们就不再向老小姐流泪的事了 婚礼前的两个星期 雅娜的心情相当平静 就好像经历这一阵热烈 情一前卷 她感到眷乏了 大礼之日的整个上午 雅娜也没有时间多想 浑身只有一种空乏的感觉 仿佛皮肤里血肉和骨骼全溶解了 她发现手接触物品时抖得厉害 直到在教堂举行仪式的时候 她才静下心来 结婚了 她这就算结婚了 从清晨起所发生的一系列事情 一系列忙乱和热闹的场景 全都恍若一场梦 一场名符其实的梦 人生总要经历几次这种时刻 我们周围一切事物仿佛全变了 甚至一举一动都有了新的含义 就连星辰也像错了位 与往常不同 雅娜觉得头晕目眩 尤其有点惊异之感 她的生活直到昨天还毫无变化 只不过她时刻不忘的一生的希望 更迫近了 几乎伸手可及 昨晚睡下时 还是姑娘 而现在却做了妻子 看来她越过了这道 似乎遮住未来的屏障 望进了全部欢乐和梦想的幸福 她觉得面前的大门洞开 就要举步进入期待的佳境 仪式完毕时 他们走进生气室 因为没有邀请外客 里面显得空荡荡的 继而他们又退了出来 当他们出现在教堂门口的时候 猛然一阵巨响 吓得新娘往后一跳 吓得南爵夫人惊叫起来 原来 这是农夫们明枪庆贺 而且枪声不断 一直伴送他们回到白杨田庄 一桌茶点摆好 南爵一家人 庄园主教区的神父 一波村神父 新郎 以及从当地大庄户挑选出来的证婚人 这些宾主先行使用 然后他们在庭院里逛了一圈 以便等待喜宴 南爵夫妇 利松姨妈 乡长和比克神父 都在南爵夫人的白杨路上散步 而在对面的林荫路上 另一位神父一边大步走着 一边诵读日课经文 从主楼的另一边 传来农夫们的欢声笑语 他们在苹果树下 畅饮苹果酒 当地的居民全换了新装 挤满了一院子 小伙子和姑娘们相互追逐大闹着 雅娜和雨莲穿过灌木林 登上土坡 二人都默不作声 举目远眺大海 虽然时值八月中旬 天气却有点凉了 阵阵北风吹来 在一壁如洗的天空 太阳仍在发射着万道光芒 这队年轻人要找个隐蔽的地方 他们朝右拐穿过荒野 走向通往一波的 草木丛生的起伏山谷 他们一走进灌木丛 就感到一丝风也没有了 随即又离开乡路 拐进一条枝叶茂密的 小镜 二人几乎不能并肩行走 这个时候 雅娜觉得 一只手臂悄悄地伸了过来 搂住了她的腰 第十三集 她默不作声 但喘息急促 心跳加速 低矮的枝叶 扶弄着她们的头发 她们时常弯下腰才能过去 雅娜摘了一小片叶子 只见叶下蜷缩着一对瓢虫 宛如两个纤细的红贝壳 这个时候 她吻下身来 天真的说 诶 还是一对呢 雨连用嘴唇 扶着她的耳廓 说道 今天夜晚 你就要做我的妻子了 雅娜不免吃惊 她住到乡间以来 虽然明白了不少事情 但是对于爱情 想的还只是失忆的一面 做她的妻子 她不已经是她的妻子了吗 雨连说着 就连连吻她的鬓角 和靠发根的脖颈 雅娜还不习惯 这种男性的亲吻 每一吻都本能地偏过头去 避免这种令她销魂的爱抚 不觉到了树林的边缘 雅娜站住了 奇怪怎么走出了那么远 别人会怎么想呢 嗯 咱们回去吧 她说道 雨连抽回搂着她腰的胳膊 两个人同时转身 正巧面对面 离得特别近 脸上都感到对方的呼吸 他们四目相对 凝视的眼神 那么锐利 能看透一切 而两颗心灵仿佛交织起来 他们彼此要在对方的眼睛里 寻找自己 要透过对方的眼睛 在这难以窥透的 陌生者的心目中 寻找自己 他们默默而又执着地 相互探寻着 他们对彼此究竟意味着什么 他们共同开始的生活 究竟如何 他们在终日相对 不再分离的漫长的夫妻生活中 会给对方多少快乐 多少幸福 或者多少幻灭呢 两个人都觉得 他们彼此素昧平生 这个时候 玉莲把双手搭在妻子的肩膀上 突如其来地 给了她一个深情的长吻 这样深情的长吻 她还从未接受过 她仿佛深入进来 透过她的脉管和骨髓里 在她的身上 引起了一种神秘莫测的战力 于是 她用双臂拼命地推开玉莲 而自己也险些 养身跌倒 咱 咱们走吧 咱们走吧 她结结巴巴地说 玉莲没有应声 只是抓住她的双手 紧紧握住不放 他们一直走回家 谁也没有再说话 下午一直过得很慢 黄昏时分 大家才入席 一反诺曼底人的风俗习惯 这次喜宴既简单 持续时间又短 宾客显得有点拘谨 只有两位神府乡长 和四名应邀证婚的装户 活跃一些 表现出喜宴上 所应有的粗俗的快乐情绪 欢笑声仿佛止息 要沉闷下来 而乡长一句话 又把大家逗乐了 当时大约九点钟 要去喝咖啡了 外面 在前院的苹果树下 乡村舞会已经开始 从畅开的窗口 能望见跳舞的整个场面 挂在树上的彩灯 给树叶涂上清灰色的光泽 男男女女的乡民围成五圈 一边蹦蹦跳跳 一边吼着粗犷的舞曲 耳伴奏的两把小提琴 和一支单黄管 声音显得微弱 三名乐手站在厨房用的 大按桌上 农户喧嚷的歌声 又是完全淹没了乐器的声音 细弱的音乐被放肆的歌喉撕碎 那支离破碎的音符 仿佛一片一片 从天上飘落下来 一圈火炬照亮了两只大酒桶 任凭宾客们畅饮 两名女仆不停地 在一只小木桶里洗碗和杯子 拿出来水淋淋的 就在酒桶的龙头下 接红色的葡萄酒 或者金黄色的纯苹果酒 跳舞感到口渴的人 安安稳稳的老人 满头大汗的姑娘们 都迫不及待 纷纷伸长手臂 随便抓一样 成了酒的器皿 再仰起头来 把自己爱喝的饮料 咕咚咕咚地 倒进喉咙里 一张桌上摆着面包 黄油 奶酪和香肠 每个人都时不时地 来塞上一口 坐在客厅里的 那些闷得发慌的贵宾 望着树丛彩 灯下狂欢的热闹场面 也都跃跃欲湿 要去跳跳舞 接着大肚酒桶痛饮 吃一片涂黄油的面包 和一个生葱头 乡长用餐桌 敲着音乐的节拍 高声说道 好家伙 真热闹 就像是贾拿石的喜炎 大家听了 不禁窃笑 比克神府是政权的天敌 他驳斥了一句 您想说的是 贾拿的喜炎吧 乡长可不吃他那一套 不不不 神府先生 我清楚自己想说什么 我说贾拿石 就是贾拿石 这个时候 大家起身去客厅 不久 他们又到欢乐的庶民堆里待了一阵 这才向主人 这才向主人告辞 男爵夫妇仿佛在小声争吵什么事情 阿大莱德夫人越发喘得厉害 她似乎正拒绝丈夫的要求 最后几乎提高嗓门说 不行 朋友 我干不了 这种事 让我怎么说呢 男爵无奈 忽然丢下妻子 走到雅娜跟前 孩子 跟我出去走走 好吗 雅娜十分的激动 回答说 随你便了 爸爸 于是 父女一道出去了 他们一起走到朝海一侧的门前 就感到嗖嗖的凉风起来 这种夏季的凉风已有秋意了 乌云在天空中奔驰 星光时隐时现 男爵把女儿的胳膊紧紧地压在胸口 同时深情地爱抚着她的手 父女走了片刻 男爵似乎心绪不宁 还犹豫不决 最后狠了狠心 说道 我的宝贝啊 这个角色 本来应当由你的母亲担当 我来充当就勉为其难了 不过 既然你的母亲执意不肯 那我只得替代她 我不了解 你究竟懂得多少人生的事情 人生有些秘密 父母总是千方百计地 向子女隐瞒 尤其是不让女儿知道 因为女孩子应当保持心灵的纯洁 保持白臂无瑕 直到把她送入男人的怀抱为止 那个男人要为她造福 也要揭开照在人生快乐的奥秘上的青纱 然而 女孩子若一直未通人道 猛一看见隐藏在梦想后面 显得粗暴的现实 就不免产生厌恶的情绪 女孩子的心灵上 甚至在肉体上受到伤害 就会拒绝顺从人类的法律 和自然法则赋予丈夫的绝对权利 我的心肝 我不能再对你多讲了 不过 千万记住这一点 你是完全属于你丈夫的 她究竟领悟了什么 她究竟猜测出几分呢 只见雅娜浑身开始颤抖 仿佛有一种预感 一时被愁苦的忧伤 压得喘不上气来 第十四集 妇女俩往回走 刚到客厅门口 有惊骇止步 看到一个意外的场面 阿旦莱德夫人倒在雨莲的怀里 痛哭流涕 她那哭泣 她那喧响的哭泣 好像受炼铁炉 鼓风香的吹动 同时从她的鼻孔里 嘴里和眼睛里冒出来 她要把她的心肝 宝贝 她的掌上明珠 托付给这个年轻人 而年轻人却不知所措 笨拙地拖着倒在她手臂上的 这位胖夫人 男爵急步上前 劝道 哎哟 别闹了 求求您 别这样大动感情了 男爵说着 接过妻子扶她坐下 而她还在擦着眼泪 男爵随即转身 对雅娜说道 好了 孩子 快去亲戚你的母亲 马上去睡觉吧 雅娜也忍不住要哭了 她匆匆地吻过父母 便急忙离开了 利松姨妈早已回房去 客厅里只剩下男爵夫妇和雨莲 三个人都特别地尴尬 谁也不知道说什么好 两位先生身穿完礼服 站在那里 眼神发直 阿大莱德夫人则瘫软在椅子上 喉咙里还不时地哽咽着 这场面实在难堪 男爵便提起蜜月旅行 说几天之后 两个年轻人即可动身 在新房里 罗莎丽正帮雅娜宽衣 小使女哭成了泪人 双手慌乱地摸索着 连婚礼长裙的袋子和别针都找不到 显然 她比府上的小姐还要嫉妒 然而 雅娜不大留意使女的眼泪 她恍若进入另一个世界 踏上另一片大地 远离了她所熟悉的一切 她所真爱的一切 无论在她的生活中 还是在她的思想里 似乎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甚至还产生了这样的怪念头 我爱我的丈夫吗 猛然间 她觉得雨莲变成了陌生人 对她几乎不了解 三个月前 她还根本不知道有她这个人 而如今却做了她的妻子 为什么会这样呢 为什么这么快就落入婚姻的罗网中 就像尸祖跌进坑里一样呢 雅娜换上了睡衣 赶紧钻到被窝里 被子有点凉 肌肤不觉微微的颤抖 这更加重了两个小时以来 压在她心头的这种 凄冷 孤寂和忧伤之感 罗沙利一直哭哭啼啼 她伺候完小姐就赶紧退出去了 雅娜则等待着 她心头抽搐 坠坠不安地 等待着她隐约猜出 又说不清的 有她父亲含糊其词宣誓的事情 等待着那即将神庙般揭示的 所谓爱情的最大秘密 她没有听见有人上楼 却忽然听见房门 轻轻地敲了三下 她惊恐万壮 不敢吱声 外面重又敲门 继而门锁咔嚓响了一下 她的头慌忙缩进被子里 就像有贼入户一样 皮靴踏在木板上 弄出轻微的 咯吱咯吱的声响 忽然有人触碰她的床 雅娜惊跳了一下 不觉轻轻地叫了一声 从被窝里探出头来 看见雨莲站在面前 正微笑着 注视她 哦 您 您让我好害怕 怎么 您不是在等我吗 雨莲问道 雅娜并不回答 雨莲身穿完礼服 一副英俊青年的庄重面孔 在这个衣着如此整齐的男人面前 自己却躺在床上 雅娜感到无地自容 在这决定他们终生 美满幸福的关键时刻 他们都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该做什么好 甚至不敢对视 或许雨莲隐约感到这场战斗有多么危险 她需要多么沉着机灵 表现出多么狡邪的温情 才不至于损伤一颗充满幻想的 纯洁的心灵 不至于一丝一毫损伤她高度的廉耻心 和异常的敏感 于是她拉起雅娜的手 轻轻地吻了一口 随即跪倒在床前 就像是跪在祭坛前面一样 以轻如气息的声音低语着 你愿意爱我吗 雅娜一下子放下心来 从枕头上抬起 戴着大花边睡帽的脑袋 微笑着答道 哼 我已经爱你了呀 我的朋友 雨连将妻子的仙纸 放在自己的嘴唇上 她从指缝中说话 声音就变了 你愿意向我证明 你爱我吗 雅娜心里又是一阵的不安 脑海里又浮现出父亲的话 便带一回答 却又不知所云 我 我是您的人了 我的朋友 雨连湿润的嘴唇 连连吻她的手腕 继而她缓缓地站起来 凑近妻子 重又捂起来的脸 忽然 她从床上面伸出一只手臂 隔着被子 搂住妻子 另一只手臂 则探到枕头下面 将她的头拖起来 声音极轻极轻地问道 这就是说 你愿意在身边 给我让出一点点位置了 雅娜害怕了 这是一种本能的恐惧 她结结巴巴地说 先不要这样 求求您了 雨连颇感失望 面有韵色 虽然仍在央求 但是有点粗声粗气 她又说道 迟早总要这样 何必往后退呢 雅娜心里怪她这么讲 但还是温婉顺从 再次重复说 我是您的人了 我的朋友 雨连立刻钻进了唤喜室 雅娜清清楚楚地 听见她弄出的声响 妥衣裳的声音 兜里的钱币哗啦哗啦响 靴子相继落地的声音 忽然 她急步地穿过房间 把表放在壁炉台上 而全身只穿着一条短裤 和一双短袜 接着 她又跑回小小的唤喜室 弄出一阵洗漱的声响 雅娜听她要过来了 赶紧转过身去 闭上眼睛 她感觉到一条腿钻了进来 毛茸茸的 冰凉冰凉 贴在她的腿上 她不禁惊跳了一下 好像要扑下床 一时间惊慌失措 双手捂住脸 她差点叫喊起来 整个身子 蜷缩在被窝里 虽然雅娜背对着她 雨连还是一下子把她搂住 贪婪地亲吻着她的脖颈 她睡帽的垂边 和睡衣的绣花领子 雅娜胆战心惊 身子僵硬 不敢动她 只觉得一只有力的手朝胸脯摸来 她用双肘护着胸脯 呼吸急促 被这种粗暴的接触 搅得是意乱心烦 真希望能逃走 跑出这房子 藏到什么地方 远远躲开这个男人 雨连不动了 雅娜背上感觉到 她热乎乎的体温 于是 她的恐惧又平息了几分 忽然想到 她只要一翻身 就能和她拥抱了 雨连终于不耐烦了 泱泱不乐地说 这么看来 你根本不愿意 做我的爱妻咯 雅娜从指缝中 轻声地回答 难道 现在我还不是吗 雨连没好奇地回答 当然不是 亲爱的 好了 您可别拿我开心了 雅娜听出 她的不满情绪 受了极大的触动 她立刻翻过身来 请求她原谅 雨连一把将她搂住 就像恶狼一般 快速吻变她的面颊和脖颈 这是要是的 发狂地吻 发狂地爱妇 把她弄得六神无主 她张开了双手 任凭她摆布 思想陷入一片混乱 不明白自己在干什么 她在干什么 这个时候 她感到一阵 撕肝裂胆的剧痛 不禁呻吟起来 身子在她的手臂中扭动着 她被她 粗暴地占有了 后来又发生了什么事 她已经昏了头 记不清楚了 只有一点印象 她感激的亲吻 雨点一般 落在了她的嘴唇上 后来 雨连肯定跟她说过话 她也肯定和她对话了 接着 雨连再次尝试温存一番 却被她惶恐地推开了 她挣扎的时候 碰到她的胸毛 跟她刚才感到的腿毛一样 又密又硬 吓得她连连向后锁 雨连突然地央求了半赏 最后也不免厌倦 便养身躺着不动了 这个时候 雅娜却浮想连篇 她感到失望的情绪 袭入她的内心深处 幻想破灭了 这同她所陶醉的 憧憬大相径庭 热切地期待落空了 向往的幸福成了泡影 她心中暗道 哼 她所说的做她的妻子 原来就是这么回事 原来就是这么回事 她黯然身伤 这样待了许久 失望地望着壁探 望着环抱归房的 这一古老的爱情传说 然而雨连不再说话 也不动她了 雅娜这才把目光 慢慢地移过去 发现她已经睡着了 她睡着了 她半张着嘴 安安静静地睡着了 雅娜气愤极了 简直不能相信 她竟然把她 当作偶然愈合的女人看待 这种酣睡 比她粗暴的求欢 更使她蒙羞侮辱 这样一个夜晚 她还能睡觉 看来 他们俩之间所发生的事情 对她丝毫不足为奇 好 她宁愿遭毒打 再受凌辱 宁愿受到可恶的爱抚的百般折磨 直到丧失知觉 雅娜用壁肘支撑 俯过身子 一动不动地 久久凝视她 倾听她嘴唇发出的轻微声息 视而略带憨声的气息 天亮了 起初是暗灰色 渐渐明亮起来 进而出现粉红的霞光 最后放射出万道光芒 雨莲睁开眼睛 打了个哈欠 伸一伸懒腰 看着妻子 微微一笑 道 你睡得好吗 亲爱的 雅娜发现 她现在对她用你这个称谓 不免惊诧 便答道 好啊 您呢 嗯 我嘛 好极了 雨莲说着便转过身去 亲了她一下 接着 微微纵叹起来 她向妻子阐述生活的打算 以及节俭的思想 她多次提到节俭这两个字 叫雅娜好不奇怪 雅娜只是听着 望着她 但不大明白 她说的是什么意思 而她却千头万绪 多少事情 飞快地掠过心头 终敲响了八下 好了 我们该起床了 雨莲说 起来太晚 会被人笑话的 她头一个下床 舒西打扮好了 又殷勤地 事后妻子梳妆 不让她叫罗莎莉来 要出新房的时候 她又叫住妻子 要知道咱俩之间 现在可以你我相称了 不过 当着你父母的面 还是要等一等为好 等咱们旅行度蜜月回来 再这样相称 就自然了 直到午餐时 雅娜才露面 这一天过得跟平常一样 仿佛毫无变化 家里只是 添了一个男人 四天之后 是来一辆四轮旅行马车 要送新婚夫妇去马赛 在新婚之夜的惶恐之后 雅娜已经习惯了 雨莲的接触 亲吻和爱抚 不过 她对枕席之欢 仍然厌恶 她觉得雨莲很漂亮 也很爱她 于是 又感到幸福而快活了 这次道别的场面 持续的时间很短 也不是很悲伤 唯有男爵夫人动了感情 在马车要启动的时候 她将一个沉甸甸的大钱包 塞到女儿手中 说 你当了新娘 这是给你路上用的零花钱 雅娜随手将钱包放进兜里 这个时候马车也启动了 飞驰而去 傍晚时分 雨莲问她 你母亲在这钱包里 给你装了多少钱 雅娜早已把这件事情置于脑后 听她这么一问 便拿出钱包 往膝上一倒 倒出一大堆金币 共有两千法郎 她拍着手说 这可够我挥霍了 说着 又把钱收了起来 一路上天气酷热 走了一星期 他们终于到达了马赛 次日 他们上船去科西加 开往伯勒斯的小游船 正巧要在阿雅克 销港停泊 科西加 丛林 强盗 深山 拿破仑的故乡 雅娜恍若脱离现实 在完全清醒的状态下 进入了梦境 她和雨莲并肩 站在甲板上 眺望渐渐远视的 普罗旺斯海岸的悬崖 大海静止不动 碧蓝碧蓝的 在炎炎烈日的照耀下 仿佛凝固而变硬了 天空一望无尽 湛蓝的彩色 似乎多涂了一层 显得有些眨眼 你还记得吗 咱们那次 乘拉斯迪克老头的小帆船 在海上游玩 雅娜说道 雨莲没有回答 只是迅速地 吻了吻她的耳朵 游船的蒸汽机轮 拍击水面 惊扰了大海的沉睡 船后留下长长的 一条航迹 指尖白浪滚滚 泡沫翻飞 好像起瓶的香槟酒 这条泛白的 宽展的航迹 笔直地延伸到 迷茫的天际 忽见一条大鱼 一条海豚 赫然跃出水面 随即又扎入水中 离船头 不过季寻远 雅娜吓得惊叫一声 急忙喂到雨莲的胸口 继而 她意识到 自己吓成这个样子 又咯咯地笑起来 接着 她急切地注视海面 看看那动物 是否还会出现 过了几秒钟 她果然又从水中 窜了出来 犹如一个机械的大木偶 随即钻进水中 再次跃出水面 随即有两条 三条 六条 几条海豚 围着航船上下跳跃 仿佛护送他们的兄弟 这条木深铁骑的巨大的鱼怪 他们忽而游到船的左衔 忽而回到船的右衔 忽而成群结队 忽而鱼贯相随 好像在做游戏 欢快地追逐 飞跃出水 在空中画个弧形 再依次扎进水里 那些体大而灵活的游泳好手 每次出现 雅娜都惊斗一下 又高兴地直拍手 她的心同海豚一样 在同志的欢乐中 发狂地跳跃着 海豚疏得消失了 只是在远远的海面上 又望见一次 随即便无影无踪了 一时间 雅娜感到西别的忧伤 夜幕降临 这是一个清朗璀璨 静密安宁的夜晚 天空和海面 都没有一点的震颤 海天还雨的这种羞气 扩展到心灵 以致沉醉的心灵 也没有一丝不断 巨大的太阳徐徐下沉 沉向那望不见的非洲 而非洲那片燃烧的大地 似乎让人感到 一阵阵灼热熄来 然而 一当夕阳沉默 便有清爽的气息覆面 尽管尚未兴起 一丝微风 雅娜和雨莲显客舱里 散发着 游传所特有的恶臭 不想回舱 便裹着披风 并排躺在甲板上 雨莲马上进入梦想 而雅娜却睁着眼睛 还因着未卜的旅程 而辗转反侧 激伦旋转的单调声响 催促她入睡 而她却仰望那一片 明灿灿的繁星 觉得在这南方的天空里 水汪汪的星光闪烁 格外的耀眼 快到黎明的时候 雅娜迷迷糊糊的入睡了 后来又被喧嚣和嘈杂的声音吵醒 水手们正唱唱咧咧的 冲洗着甲板 雅娜推醒仍在酣睡的丈夫 二人便站了起来 雅娜畅快地瞬息着 带有弦味的海雾 只觉得雾气一直侵入她的指尖 周围一片汪洋 然而在前方 有一个灰蒙蒙的景物 在沉袭中 还模糊不清 仿佛是漂浮在海波上的一块积云 悬崖交错 形状怪异 继而 那景物渐渐地清晰 形状更加鲜明地 印在晴朗的天空上 前方出现的是轮廓 奇觉突兀的群山 那正是披着薄雾青纱的 柯西家岛 朝阳从岛后面升起 把所有突风绝顶 汇成重重的黑影 继而 所有的山巅都照得通红明亮 而岛上其他部位 依然笼罩在雾气中 船长走上甲板 他是个身材矮小的老人 由于常年在海上风吹日晒 皮肤又黑枯干 整个人收缩硬化 抽干变小了 又由于三十年来 发号施令 并在暴风雨中喊叫 他的嗓音也沙哑了 他对雅娜说 那个婊子的气味 您闻到了吗 雅娜的确闻到了 草木浓郁的奇香 一种野生花草的芬芳 船长又说 夫人 科西甲开花时节 就是这个样子 这就是他这个漂亮女人 所特有的香味 哪怕二十年不见 离五海里远 我都能闻出他的方向 我是这岛上人 他呢 在远方 在圣赫乐拿岛上 据说 他总是谈论这种香味 谈论他这故土的芬芳 他和我是一个家族的人 这里的他呢 指的是 囚禁在圣赫乐拿岛上的拿破仑 船长说吧 摘下帽子 向科西甲致敬 并且隔着海洋 向囚禁在远方 与他同族的伟大皇帝致敬 雅娜十分激动 几乎要流下泪来 接着 船长抬手指着天边 说道 哦 那就是 桑吉那群岛 雨连搂着妻子的腰 二人并肩而立 眺望远方 想找到船长所指的目标 他们终于望见 金字塔形的几堆岩礁 过了一会儿 游船就要从那里绕过去 驶入水域十分宽广的平静海湾 海湾环保高山 低矮的山坡 似乎覆盖着一层苔藓 船长又指着那片绿色的地带 说道 那就是丛林 游船继续前进 而群山仿佛都在后面喝爆了 这个时候 船缓缓地行驶在碧波湖上 水极清澈 视而见底 山城赫兰出现坐落在海湾的尽头 一山傍水 一片白晃晃的放射 几艘意大利小船 带港口停泊 四五条小艇滑过来 围上了陆毅王号 招揽乘客百度上岸 雨连把几件行李集中起来 低声问他妻子 给服务员二十个苏 恐怕够了吧 这一周来 他不厌其烦地问这种事 每次雅娜都觉得难堪 这回 他颇不耐烦地答道 没把握够不够 那就多给点嘛 雨连总跟旅店老板 伙计 车夫 商贩 讨价还价 每次费了一番口舌 少给一点钱之后 他总是搓着手掌 对雅娜说 我可不想让人骗我的钱 雅娜一看见 送来账单就不寒而栗 事先就确信 她丈夫要逐相质疑 这样斤斤计较 让她感到丢脸 尤其是当看到 仆役手中 颠着树木不足的小飞 轻蔑的目光 注视着她的丈夫 她更觉得无地自容 脸会一直红到耳根 雨连同送他们上岸的船夫 自然又有一场争论了 雅娜上岸 见到的头一棵树 正巧是棕楼 他们走到一大片广场的拐角 在一家空荡荡的大旅馆下榻 历时叫了午饭 他们吃完甜食 雅娜起身要上街逛逛 雨连一把拉住她的胳膊 富尔对她敲声说 咱俩去睡一会儿好吗 我的小猫咪 雅娜不禁愕然 睡一会儿 可是我不觉得累啊 雨连搂住她 又说 我想跟你亲热亲热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足足有两天了 雅娜羞得是满脸通红 结结巴巴地说 这个时候 可是 别人会怎么说呢 大白天的 你怎么好意思要客房呢 哎 雨连 求求你别这样 然而 雨连却打断她的话 说 旅馆的人爱怎么想就怎么想 爱怎么说就怎么说 我才不在乎呢 你瞧我的 我是不是难为情 说着 她就摇了摇铃 雅娜垂下眼睛 不再作声了 然而 无论在心灵上 还是肉体上 始终怀着反感 面对丈夫这种 无休止的性欲 她仅仅怀着厌恶的心情屈从 把这看作是兽性 堕落的表现 总之是一种 龌龊的行为 她的性欲还在沉睡 而她丈夫现在却以为 她已经分享了情欢 旅馆的伙计 应声前来 雨连吩咐带他们去客房 这个伙计 是地道的柯西家人 落腮胡子 一直长到眼角 她起初没有明白 顾客的意思 还说 保证备好房间 不耽误晚上的休息 雨连不耐烦了 向她解释说 哎 马上就要 我们旅途上疲倦了 想休息一下 伙计听了 大胡子里闪现出一丝微笑 雅娜真想逃开 一个小时过后 他们下楼来 雅娜简直不敢在人面前经过 深信别人 会在背后窃笑议论他们 她心中怪雨连不明白这一点 缺乏这种 深知的廉耻和天生的敏感 她感到两个人之间 存在着一道障碍 仿佛隔了一层幕布 她第一次发现 两个人绝不可能心心相依 意气相投 只是并排行走 有时候虽然勾肩搭背 但是并没有水乳交融 每个人的精神生命 永远是穷穷竭力 第十七集 这座小城隐蔽在海湾里 有高山为屏障 气候炎热 赛四火炉 他们将在这里逗留三天 他们确定了游玩的路线 并决定租用马匹当脚力 以免到了难走的地端 费人而返 一天清晨 他们出发了 骑的是两匹柯西家种马 虽然个头瘦小 但是目光凶悍 能吃苦耐劳 随行的一名向导 骑着骡子 携带食品 因为一路上荒山野岭 找不到旅店 道路起初沿着海湾危移 后来进入前谷 渐渐地攀向高山 他们时常穿过 几乎干枯的间隙 乱石下 还有潺潺的水声 好似隐符的野兽 发出咕噜咕噜的细微声响 这是一片不毛之地 看上去光秃秃的 只有山坡上 覆盖着高高的荒草 而在这酷热的季节 野草都发黄了 路上有时碰见一个山民 徒步赶路 或者骑着小马 或者骑着比狗 大不了多少的毛驴 不过人人都背着一杆大枪 虽是生了锈的旧式武器 但装好了弹药 掌握在他们手中 还是让人望而生畏 岛上遍地生长香草 散发着浓郁的芬芳 连空气似乎都变浓了 这个时候 道路在深山里蜿蜒 缓缓地向上盼旋着 山顶的花岗岩呈现蓝色 或是粉红色 给着空旷的山野景物 染上了仙境的色彩 这一带地是起伏跨度极大 下面山坡 大片大片的栗树林 倒向绿油油的灌木丛了 有的时候 向导举手指着绝碧岩 说出一个名字来 雅娜和雨连顺着方向望去 却什么也没有看见 最后才发现一点灰蒙蒙的东西 好像从风颠滚落的一堆岩石 原来那是一个小村落 小石村悬挂在微厄的高山上 真像是一个鸟巢 很难发现 这样挽救徐行 时间长了 雅娜不免烦躁 她说 咱们跑一程吧 于是 策马奔跑起来 过了一会儿 她没有听到身边 有雨连跑马的声响 回头望去 看见她在马上的那副样子 不禁咯咯大笑 原来 雨连吓得脸色刷白 双手紧紧地抓住棕毛 身子在马背上乱窜乱跳 她那漂亮的容貌 英俊骑士的风采 越发显得笨拙和胆怯的滑稽可笑 于是 他们勒住缰绳让马小跑 这段道路两侧尽是矮树林 无边无际 像斗篷一样 覆盖了整个山坡 这便是丛林 渺无人际的秘林 生长着橡树 刺柏 野草莓树 乳香 黄莲木 解蜀林 石南竹 黄羊 香桃木 而树干枝叉之间 又纠葛缠绕着铁线莲 高大的羊齿草 金银花 金雀花 迷迭香 薰衣草 树莓 好像蓬乱的长发 披散在山丘上 他们赶到腹肌 向导赶过来 带他们找一处赏心悦目的山泉 在层岩叠障的山区 常见这种泉水 从岩石小洞里流出来 宛如细线 积成圆圆的清水池 行人用一片树叶接住水流 就可以把清凉的泉水送到口中 杨娜感到心旷神怡 勉强忍住才没有欢叫起来 他们重用上路 沿着萨戈内湾下山 傍晚时分 他们经过卡尔热斯 这个村落 是古时被祖国驱逐的 一群希腊人 到此定居而形成的 一群美丽的少女 聚在一口水泉的周围 他们身材修长 风腰葱志 鸟鸟亭亭 绰约多姿 雨连连声 向他们道了一声晚安 他们答谢时 声音珠圆玉润 讲的还是 故国的优美语言 到了皮亚纳村 他们效法古时游人 业遇荒村的做法 要前去扣门投诉 雨连敲了一户人家的房门 亚纳等待开门的时候 高兴得浑身颤抖 嘿 这才叫旅行呢 名副其实 一路荒无人烟 时时会出现意外情况 他们投诉的人家 恰好是一对青年夫妇 主人接待他们 有如族掌款待上帝派来的贵客一样 安排他们睡在老屋的玉米草垫上 老屋的木料全遭重铸 均有喜欢住要衡量的 长条凿船被穿行的痕迹 整个房价作响 仿佛有人悄悄地叹息 他们日出的时候又动身了 走不多久迎面一片石林挡住去路 这片石林十分地壮观 是由紫色花钢岩构成的 有尖峰 石柱 钟塔等等 形状千奇百怪 显示了岁月 大风和海雾的造化之功 这里怪石林寻 有的高达三百多米 造型各异 有的细长 有的滚圆 有的七扭八歪 有的成钩状 有的便机形 无不诡谨怪诞 出人意料 像树木像花草 像野兽 像建筑物 像人 像穿法袍的僧侣 像长脚的魔鬼 像巨型飞禽 构成一个巨怪汇聚的世界 一个由怪神建造的 梦魇的寿院 雅娜一颗心收紧 不再作声 她抓紧雨莲的手 面对着壮美的景物 已是产生了爱的渴望 他们走出怪石林 忽见别有洞天 一个由血红的花钢岩壁 环抱的海湾 英红的岩石 倒映在碧蓝的海水中 雅娜诺如道 雨莲 心中赞叹不已 但是如梗在喉 再也讲不出别的话来 只有两颗泪珠 夺眶而出 雨莲愕然地望着她 不禁问道 你怎么了 我的小猫咪 雅娜试了试面颊 微微一笑 说话的时候 还带着颤音 啊 没什么 触境生情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一时特别的激动 我心里特别欢畅 看到一点点景物 就要感慨万分 雨莲不理解 女人的这种冲动 觉得她们总好大惊小怪 有的时候兴致勃发 恍恍然却如大祸临头 又是为一种 莫名其妙的感觉 所震撼 不是欣喜若狂 就是悲痛欲绝 雨莲觉得她 无缘无故流泪 未免可笑 她正全神贯注 留心崎岖的山路 便说道 你最好对你的马 多留点神 他们沿着几乎 难以通行的小路下山 走向海外 然后向右拐去 登临幽暗的 傲踏山谷 然而 路径越来越艰险 雨莲提议道 我们步行上去怎么样 这正和雅娜的心意 她刚才那么冲动 现在很想和她单独走走 向导牵着 骡子和马走在前面 他们俩随后缓步而行 这座高山从上到下劈开 小径正式钻进这条夹缝里 而两侧峭壁陡立 一股湍急的间隙流经这条缝隙 空气冷丝丝的 花岗岩石呈黑色 仰望一线蓝天 不禁头晕目眩 呼听 噗啷啷一阵声响 雅娜悚然一惊 她谈眼望去 只见一只大鸟 从岩雪里飞出来 那是一只苍蝇 她展开双翅 似乎在摸索这口天井的两臂 然后直冲云霄 一会儿便无影无踪了 向前走了一程 高山的裂缝分成两谷了 这段路径十分的陡峭 崎岖难行 夹在两个山谷之间 雅娜乐不可知 步履轻隐 想在前面行走 一路踢着石子 毫不畏惧地俯瞰深渊 雨连锦跟在后面 不觉气喘吁吁 双眼盯着地面 生怕望深谷而产生眩晕 猛然解 她们全身沐浴阳光 真有走出地狱的感觉 她们口渴了 便顺着一条潮湿的印痕 穿过乱石堆 找到一眼山泉 泉水由一根空心的木棍接引出来 是供牧羊人引用的 周围地面覆盖着青苔 雅娜跪下了喝水 雨连也一样跪下 正当雅娜品味清凉的泉水时 雨连却搂住她的腰 想争夺她的位置 好对着木棍接水喝 雅娜毫不退让 两个人的嘴唇 你争我夺 时而相遇 时而推洒 在争斗中 谁的嘴抢到木棍的戏头 便咬住不放 精良的戏流时断时续 时而流到口中 时而洒到外面 洒到他们的脸上 脖颈上 手上和衣服上 水珠宛若珍珠 在他们的头发上 闪闪发光 他们的亲吻 顺着水流飘走了 忽然 雅娜萌生了 做爱的念头 她满满地 接了一口清泉水 两腮骨成 成水的皮囊 然后示意雨连 她要嘴对着嘴 给她解渴 雨连笑嘻嘻地 伸长脖子 手臂张开 仰头一口气喝下 从肉体流出的 这股甘泉 只觉得 烈焰般的欲念 注入她的肺腑 亚娜未依在她的胸口 显得一呼寻常的 温情默默 心砰砰直跳 腰身挺起来 眼睛水汪汪的 显得慵懒无力 她敲声说道 雨连 我爱你 这次是她主动 把雨连拉过来 自己养身躺下 双手捂住 羞红的脸 雨连扑到她身上 冲动地紧紧搂住她 她喘息着 焦急地等待着 忽然 她叫了一声 仿佛遭了雷击 被她呼唤来的 刺激所击中 他们走了许久 才到山顶 主要是亚娜激动不已 又疲惫不堪 他们赶到 艾维莎村的时候 已经黄昏了 住到了向导 一个亲戚 宝利帕拉布雷蒂的家中 宝利帕拉布雷蒂 是一个身材高大的汉子 有点驼背 神情忧郁 恐怕是患有 肺结核的缘故 她带着他们走进 为他们安排的房间 这是一间 灰暗的石室 似闭光秃秃的 不过 当地人不懂得装饰陈舍 这食屋 算是漂亮的了 主人用科西家方言 即法语和意大利语的混合话 向客人表示欢迎 这个时候 一个清亮的声音打断了她的话 随着声音进来的 是一个棕发的矮个子女人 她的眼睛又大又黑 皮肤晒得红红的 腰身纤细 笑口长开 牙齿露出来 她一阵风势地冲进屋 拥抱并亲了亲亚娜 又握住雨莲的手摇晃着 连声说道 太太好 先生好 大家都好吧 她接过帽子和披肩 全搭在一条胳膊上 只因另一个胳膊 跨着绷带 然后 她又让大家出去 对她丈夫说 带他们出去走走吧 吃晚饭的时候 再回来 帕拉布雷蒂先生 立刻听从 她插在两个青年人的中间 带他们上上村井 她走路慢腾腾的 说话慢吞吞的 时常咳嗽 而每次咳嗽 就重复一句 哎呀 山谷里的空气太凉了 伤了我的肺了 她带他们走上 参天栗树下的一条荒径 戛然止步 始终以同样的声调说 啊对 就是这儿 我的表弟 若望李纳迪 让玛迪厄洛里 给杀害了 哦 当时 我就站在 若望的身边 突然 玛迪厄出现 离我们只有十步远 他嚷着说 若望 不要再去 阿尔贝塔斯那里 不要再去了 若望 不然我就干掉你 我可把话说在前头 我拉住若望的胳膊 劝他说 别去了 若望 他会干得出来的 那是因为一个女孩子 名叫 布里纳 西纳库比 他们俩都追那个姑娘 可是 若望却嚷着回答 我就是要去 玛迪压 你挡不住我 玛迪压听了 把朝天的枪口往下一顺 伟大瞄准就开枪了 若望 若望双脚腾地跳起 就像个孩子跳绳一样 啊 是的 先生 他整个倒在我的身上 我的枪被撞掉 一直滚到那棵大栗树下边 若望的嘴张得大大的 但是一声也不吭 他已经断气了 两个年轻人 惊愕地望着这桩凶杀案的神色不动的见证人 雅娜不禁问道 那 那个凶手呢 宝利 帕拉布雷迪咳诉了一大阵 继续说 他逃到山里去了 第二年 我兄弟把他干掉了 啊 要知道 我兄弟是个强盗 名叫 菲利比 扒拉布雷迪 杨娜打了一个寒颤 惊问道 您的兄弟是个强盗 这个不动声色的柯西佳人 眼睛里却闪现出一种自豪的身材 嗯 不错 太太 他呀 可是大名鼎鼎的强盗 打死了六名县兵 后来 他和尼古拉姆拉里一起丧命了 那次他们被围在了尼奥罗 拼了六天 不被打死 也要饿死了 接着 他一副无可奈何的神情 补充了一句 本地就是这种风气 跟他讲山谷的空气太凉 是同样的口气 转了一圈之后 他们回去吃饭 矮小的柯西佳女人热情招待他们 就像是二十年的老相识 雅娜心里边一直坠坠不安 晚上在雨莲的怀抱里 能不能像泉水边青台上那样 全部感官 再受到奇特而强烈的震撼呢 等到卧室里只剩下他们俩 雨莲亲吻她时 她仍然没有什么感觉 不禁有点慌神 不过 她很快就放下心来 而这一宵 竟成为她的爱情第一页 自料动身的时候 她有点恋恋不舍 觉得这间简陋的食物 正是她新的幸福的开端 她把矮小的女主人拉进食物 一面说明她绝不想送什么礼物 一面又坚持说 她一回到巴黎 就给她寄来一件纪念品 不答应收下 她甚至要发火 她几乎怀着迷信的心理 看中这一件纪念品 这个科西家少傅不肯接受 婉拒了许久 最后才答应 她说 嗯 好吧 那就给我寄一把小手枪 要一支很小很小的 杨娜睁大了眼睛 那少傅便凑近她的耳朵 要向她透露出一件 风流的隐私似的 悄声地对她说 是 要干掉我的小叔子 说着 她笑呵呵地 动作麻利地打开绷带 露出了浑圆雪白的肌肉 只见横喊的一道刀伤 都快结巴了 她又说道 幸亏我跟她力气一样大 要不然早就被她杀了 我丈夫并不嫉妒 她是了解我的 而且你也看到了 她患了病 人有病 火气就小了 再说了 太太 我又是个正经女人 可是 我小叔子听什么闲话都相信 替我丈夫猜忌 她不会把羞 还要找上门来 我有了小手枪就放心了 到时候 准能出这口气 雅娜保证把手枪寄来 她深情地拥抱了这位新交的朋友 便继续赶路 后来的行程 简直就是一场梦 二人情意缠绵 如交似漆 一路上遇到的风景 居民 停留的地点 她全视若未见 眼中只有一个雨帘 这样 二人进入同志般亲密的迷人阶段 在交欢中耍娇使憨 讲些甜蜜的蠢话 给他们亲吻的身体部位 每处折弯 曲线 勾壳 都起了昵称 雅娜睡觉 爱右身侧卧 醒来时 左乳常露在外面 雨帘注意到了 就称左乳为 陆素先生 而右乳则称为 多情郎 因为乳风的粉红花蕾 对吻似乎更敏感 双乳间幽深的道路 是她经常漫步的地方 故称为 妈咪临音道 而另一条 更为隐秘的路 则命名为 大马士阁之路 以纪念 奥塔山谷 到达巴斯迪亚 该付给向导工钱了 雨帘各都摸索了一遍 没有凑足数目 便对雅娜说 你母亲给你的两千法郎 反正你也不用 给我拿着吧 洗在我腰带上更保险 也省得我换零钱 雅娜当即把钱包给她 他们去了里沃那 游览了佛罗伦萨 日内亚城 以及 克尔尼什山的全部警局 在刮着北风的一天早晨 他们返回了马赛 他们离开白杨田庄 已有两个月 现在是十月十五日 寒冷的大风 大概是从遥远的诺曼底挂来的 雅娜一时抖梭未寒 心头不眠惆怅 近来雨帘也变了样 显得疲惫不堪 终日无情无序 雅娜心中不禁产生一种 无名的忧伤 雅娜舍不得离开这充满阳光的好地方 推迟归期 多逗留了四天 她觉得自己刚刚走完幸福的旅程 他们终于离开了 到了巴黎 要购置用品 以备在白杨田庄安家之许 雅娜兴致勃勃 想用母亲给她的钱 买一些精美的摆设 不过 她首先要买的东西 就是她答应寄给艾维莎村 那位科西家少妇的小手枪 到达巴黎的次日 雅娜对雨帘说 亲爱的 把妈妈给的钱还给我好吗 我要去买东西了 雨帘转过身来 一脸不高兴地问 你需要多少 雅娜不禁愕然 结结巴巴地说 啊 那 那就随你给多少了 雨帘又说道 那我给你一百法郎吧 千万不要乱花钱啊 雅娜一时挣住 十分地尴尬 不知道说什么好 终于 她犹犹豫豫地说 可 可是 可是 我把这笔钱交给你 是想 雨帘梅容她把话讲完 是啊 一点不错 放在你兜里 还是我兜里 这无所谓 反正咱们共用一个钱袋 我又不是不给你钱 对不对 我这不是给你一百法郎吗 雅娜接过五枚金币 没有再讲话 她不敢再要一点 因此 只买了销售墙 一周之后 他们启程 返回白杨田庄 欢迎继继续收听 莫博桑的长篇小说 《一生》 由刘欣欣为您播讲 精彩继续 府中上下人等 全在砖汽蹲栏的 白栅栏门口迎候 油车停下来 大家久久地拥抱 南爵夫人流下眼泪 雅娜也不免心酸 抹了两滴泪水 南爵 则激动地来回夺步 外面还在泄行李 全家人已经聚在客厅 围着炉火 讲述旅行的情况 雅娜口若玄河 只用半小时 就把这趟旅程 匆匆地讲了一遍 仅仅遗落了一些细节 然后 这位少妇回房解包裹 收拾东西 罗里莎也很兴奋 伸手帮她整理 等到衣裙 贴身用物 化妆品 所有东西都安置妥当 小时女便告退 雅娜有点倦意 这才坐下来 喘口气 现在 她该考虑自己 干点什么营生好 心里能想点什么事 手里能干点什么活 她不想下楼回到客厅 坐到打磕室的母亲身边 出去散散步吧 又觉得田野的景色 十分凄凉 哪怕从窗口向外眺望一眼 心头就产生一股忧伤的压抑感 于是 她意识到再也无事可干 此后 再也无事可干了 在修道院度过的那段青春岁月 她憧憬未来 敢于种种梦想 始终处于期盼的悸动中 不觉时光飞快的流逝 以至走出那囚禁她幻想的高墙 她期望的爱情就立刻如愿以偿了 同心中期待的男子相遇 一见钟情 恋爱几周便结婚 就像宿定终身 立刻办喜事的人那样 这个男人不容她考虑 转眼间就将她抱走了 然而新婚燕儿的温柔现实 即将变成日常生活 关上无限希望的大门 关上令人神魂颠倒的未知的大门 的确 渴望七代的时期已经结束了 再也无事可干了 今天如此 明天如此 乃至永远要这样了 她隐约感到这一切 可以说幻想破灭 她的美梦也消沉了 她站起身走到窗口 额头顶着冰凉的玻璃上 张望一会儿乌云飞驰的天空 还是决定出去走一走 何处寻觅那五月的田野 五月的芳草和绿树 何处寻觅 夜从间阳光的嬉戏 草坪上绿色的湿蚁 是啊 草坪上如火如荼的蒲公英 血红血红的历春花 光彩照人的雏菊 以及仿佛细在细不可见的 线上舞顿的黄色蝴蝶花 都不复存在了 那充满生意 充满芳想和花粉的空气 给人的陶醉 也不复存在了 秋雨连绵 林荫路湿漉漉的 覆盖着落叶 像铺了一层厚厚的地毯 路边白杨树叶子几乎脱光 枝干显得精瘦 枝鸦在风中陡色 还摇动着随时会飘落的残叶 残叶已成金黄色 好似一枚枚金壁 不断地脱离树枝 飞舞回旋 飘落到地上 终日里兮兮丽丽 仿佛连绵的苦雨 芽娜一直走到灌木林 这里也惨不忍睹 犹如一个垂死之人的卧房 取经清幽的 一条条小径之间的绿色阁墙 树叶如今都已凋零 往日枝亚交织 细木花边的矮树 现在只剩下相互磕碰的图纸了 风卷枯叶而巨堆石 所发出的刷刷声响 真像林中痛苦的叹息 小得可怜的鸟儿未寒 舟舅哀叫各处窜条 想找个妻子的场所 不过因为鱼林抵御海风的侵袭 那棵菩提树和那棵梧桐树 仍然是夏日的盛装 但在这初寒的天气里 由于各自枝叶的性质不同 一颗仿佛披上了红色天鹅绒 另一颗则身穿橙色棉段 雅娜来回漫步 走在靠库尔亚家的 一侧的林荫路上 她的心情有些沉重 似乎预感到单调的生活开始了 以后尽是无聊和愁闷的日子 她又走到面海的斜坡坐下 正是这里 雨连初次向她表白爱情 她正正地坐着 无情无序 几乎什么也不想 但愿能躺下来进入梦想 以便摆脱这十日的忧伤 她忽然望见一只海鸥 卷在狂风里掠过天空 并回忆起尤科西加史 她在奥塔幽谷中 看见的那只苍蝇 心中不免一阵惆怅 这是想起一件 以过去的好事 所难免产生的感觉 她眼前忽悠浮现 那绚丽的海岛 以及那旷野的清香 那晒熟橙子和拘匀的太阳 那玫瑰色疯癫的高山 那蓝色的海丸 还有那间隙湍急的山谷 然而此刻 周围的景物显得冷清 树叶萧萧坠落 大风驱赶着乌云 凄惨的气氛过于浓重 她赶紧回去 否则就要失声痛哭了 母亲还僵坐在壁炉前打瞌睡 她过惯了幽闷的日子 已经麻木了 父亲和雨莲早已出去 边散步边谈论他们的事物 夜幕降临 给宽敞的客厅 拨下惨淡的阴影 唯有炉火 不时闪光照亮 不大功夫 男爵和雨莲就一前一后进来 男爵一走进这昏暗的客厅 就摇灵喊道 快点灯 快点灯 这里昏天暗地的 她在壁炉前坐下 一双尸鞋在火边烤得直冒气 鞋底的泥土烤干了掉下来 她快活地搓着双手 说道 我看要上洞了 北边的天空已经开始放晴 今晚是望月 夜间一定冷得很 接着 她扭头对女儿说 喂 孩子 你回到家乡 回到家里 回到老人身边 你心里高兴吗 这句简单的话 问得雅娜心慌意乱 她热泪盈眶 扑进父亲的怀里 紧紧地拥抱父亲 好像要请求她原谅似的 因为 她纵然有强颜欢笑 却已感到忧从中来 难以自持了 然而她想 起初她以为 重建父母会有多么高兴 现在她心中十分诧异 这种冷漠的状态 遏制了自己的温情 就像远离自己所爱的人 久久思念 极致重幼见面 却已丧失朝夕相伴的习惯 情感仿佛中断 只待共同生活一段时间之后 才能恢复旧友的关系 晚餐拖了许久 大家在餐桌上话极少 雨连似乎忘记了自己的妻子 餐后回到客厅 男爵夫人坐在那里睡着了 雅娜坐在母亲的对面 被炉火烤得昏昏沉沉 有时被两个男人 谈话的声音吵醒 她想振作一下精神 心中不免思量 自己会不会像母亲那样 在持续不断的 惯常生活中沉沦 进入这种麻木不仁的状态呢 白昼里暗红而无力的炉火 这时旺起来 火光明亮而琵琶作响 有时会射出强烈的光芒 照在椅子的棉罩上 照着狐狸和仙鹤 照进忧郁的白鹿 照进蝉和蚂蚁 男爵走进前 他满脸笑容 张开双手在炉火上烤一烤 说道 嘿嘿 今晚炉火真旺啊 要上洞了 孩子们 要上洞了 继而 他把一只手搭在雅娜的肩上 指着炉火说 你瞧我的小丫头 这是世上无与伦比的炉火 同家里人一起围着炉火 这比什么都好 嗯 该去睡了吧 孩子们 你们一定很累了吧 雅娜上楼回房间 心中不仅纳闷 两次他回到以为喜爱的同一地方 为什么感觉如此不同呢 为什么这次回来就好像受了创伤呢 这座楼房 这可爱的故乡 曾经能拨动他心弦的一切 为什么今天看着如此伤怀呢 这时 他的目光偶然落在座中上 那只小蜜蜂依然快捷地 不停地在镀金花朵上左右飞舞 面对这个栩栩如生 为他抱食 并像心脏一样跳动的小肌腱 雅娜心里一阵冲动 眼睛酿出了泪水 他拥抱父母时还没有这样激动 人心的确有些奥秘 任何推理也难以动细 自从结婚以来 他还是头一回单独去睡觉 于连借口说太疲倦了 睡在另一间卧房里 况且二人一人商量好 个人有个人的卧房 他久久未能成眠 身边少了一个躯体 便有一样的感觉 已经不习惯与孤寝独眠了 再加上北风怒吼 冲荡屋顶 打扰着他的睡意 欢迎收听 莫博桑的长篇小说 《一生》 柳欣欣播讲 精彩继续 早晨他醒来时 只见强烈的光线 把床铺染成雪红色 上了霜的玻璃窗 也红彤彤的 就好像整个天边 在熊熊燃烧 他裹上一件 肥大的玉袍 跑过去 把窗户打开 一股沁人击鼓 但又疑人的寒风 涌入室内 他感到凌冽刺灭 不禁流出了眼泪 天空一片彩霞 硕大的昭阳 像醉汉的面孔 涨得通红 从树木后面露出来 大地覆盖一层白冰 现在变得又干又硬 田庄的人走在上面 咯咯作响 白羊树枝上的残叶 一夜之间便脱光了 在荒叶后面 有长长的一条绿线 那便是一道道白浪的大海 在一阵阵寒风中 梧桐树和菩提树 也都纷纷拖叶 由于突然上洞 每刮来一阵寒风 落叶就纷纷扬扬 像咬群一样飞舞盘旋 亚纳穿好衣裳出去 想找点营生杆杆 于是去看庄户 马尔丹夫妇举起手臂欢迎她 主妇亲了亲她的面颊 还非请她喝一杯杏仁酒不可 然后她又到另一家装户去 库亚尔夫妇也举起双臂欢迎她 又比她喝一小杯黑茶包子酒 看完两户装户 亚纳便回家用午餐 这一天时光像头一天那样流逝过去 只是寒冷取代了潮湿 这一周其余几天类似这两天 而这个月的其余几周 又类似这头一周 不过 亚纳对远游过的地方 怀念的心情渐渐淡漠了 习惯给生活涂上了一层安长楚顺的色彩 如同有些地方的饮水 在器皿上积了一层水碱 她的全部心思 重又用到日常生活的琐碎事情上 重又开始照看每天照例做一遍的平庸影声 她身上滋长一种陷于沉思的忧郁 一种隐约的厌世情绪 她到底需要什么呢 她还渴望什么呢 这连她自己也说不清楚 她毫无世俗的需求 也毫不渴望人生的乐趣 甚至毫不向往可能得到的欢乐 况且有什么欢乐可言呢 正如客厅里的扶手 因年久失色而色彩暗淡了 在她看来 一切都要逐渐褪色 一切都要逐渐消灭 换上一种灰蒙蒙的色调 她同雨莲的关系也完全变了 蜜月旅行回来之后 雨莲判若两人 就像一名演员扮演完了角色 又恢复平常的面目一样 她很少关心妻子 甚至连话都懒得同她讲 爱情的踪迹荡然无存 夜晚她难得光顾妻子的房间 雨莲接管了府上的财产和宅邸 随即修订租器 刁难庄户 紧缩开支 她本人也是一身土财主的打扮 完全丧失了订婚时期的神才和风韵 雨莲从她青年旧衣物箱子底翻出一套 戴着铜钮扣的丝绒裂装 虽已成就 污迹斑斑 她却穿上就不换下来了 她也像无需再取悦于人的那类男子一样 不再修蝙蝠 双手不再修饰 脸也不刮 胡子长了也不剪 样子变得丑陋不堪 每顿饭后 她总要喝上四五小杯 科涅克白兰地酒 起初 雅娜还想劝贵 委婉地说了她几句 她却极为粗暴地回答 你让我消停这点好不好 此后 她再也不敢劝说了 面对这种变化 她采取听之认之的态度 这连她自己都感到惊讶 在她看来 雨莲变成了陌生人 变成一个感情和心灵 都对她封闭的陌生人 她时常考虑这种情况 心中纳闷 她们俩相遇 一见钟情 在恋爱的激情中结了婚 现在何以突然 彼此陌生起来 就好像 她们从来没有 同长共枕似的 她怎么没有因为 丈夫感情淡薄 而痛不欲生呢 人生 难道就是这样吗 难道他们彼此 看错了人 她这一辈子 难道再也没有 可期盼的事情了吗 假如雨莲注重仪表 始终保持俊美风雅的魅力 那么她也许会更加苦恼吧 家里人已经商量好 元旦一过 这对新婚夫妇就单独留下 男爵夫妇要回李昂的府邸住几个月 这年冬天 两个年轻人就不离开白羊田庄 以便安顿下来 能够习惯并喜欢 他们要度过一生的地方 此外 雨莲还要将她的妻子 介绍给几户邻居 他们是 布里维尔 库特里埃和傅维尔 这几户贵族人家 不过眼下 这对年轻人还不能去拜访 因为至今还没有雇来游妻奖 改换马车上的家族徽章 这辆旧马车 男爵让给女婿用了 然而 这个地区只有一个人 还掌握着绘制徽章的记忆 那就是宝贝客村的游妻奖 名叫巴塔伊 但他总是东奔西走 连续应聘去诺曼底的各个府邸 给马车车门上 绘上这种珍贵的装饰 十二月的一天上午 快要用完早餐的时候 终于看见一个人推开扎门 沿着笔直的通道走进来 莱克背着一个工具箱 他正是巴塔伊 主人把他让进餐室 招待他吃饭 就像款待一个有身份的人一样 这并不奇怪 他有专门技术 同本省所有贵族经常来往 又熟悉各个家族的徽章和其真言和标记 可以说是徽章专家 因此 贵生们见了都要同他握手 主人立刻吩咐人取来笔纸 趁巴塔伊吃饭的时候 玉莲和南爵就画出了他们家族徽章的草图 一遇到这种事情 南爵夫人就异常兴奋 在一旁指指点点 雅娜也参与讨论 仿佛她的内心忽然萌生出一种神秘难测的兴趣 巴塔伊边吃饭边发表意见 有时她还拿过铅笔画一个草样 举出几个实力 还描述本地区每辆贵族马车的饰样 似乎在她的思想里 乃至在她的声调中 都带来几分贵族的气息 巴塔伊身材矮小 头发一灰白 立成平头 双手沾有油漆的乌痕 身上有一股煤油气味 据说她以前偷过女人 干了一件丑事 不过由于她普遍得到贵族世家的高看 这一污点早已洗刷掉了 等她一喝完咖啡 主人就带她到车棚 并揭开盖在马车上的漆步 巴塔伊查看一番 随即郑重其事地提出 她认为图案多大尺寸合适 她同主顾再次交换一下看法 然后就动手干起来了 南爵夫人不顾天气寒冷 叫人拿来一把座椅 好在一盘观看这位工匠干活 过了一会儿 她感到脚冰冷 又叫人拿来脚炉 这样 她就能从容不迫地 同工匠攀谈 向她打听 她不了解的 世江婚丧嫁娶 生儿育女的新情况 从而补充 她牢记在心的贵族家谱 雨莲跨在一张椅子上 待在她岳母的旁边 她抽着烟斗 不时地往地上吐口痰 一边听他们的谈话 一边看巴塔伊用油彩 描绘她的贵族标志 不久西梦老头 扛着铲子去菜园 也停下来观看 巴塔伊来的消息 传到两家庄户 两家的主妇也赶来看热闹 他们站在南爵夫人的两侧 眼睛都看直了 还不住嘴地称赞 干这样的戏活 手得多么灵巧啊 直到第二天十一点钟 两扇门上的徽章才算会完 田庄的人都赶来了 他们把马车拉到门外 一边更好的判断 这活干得很漂亮 人人都夸奖巴塔伊 他背起工具箱又出发了 男爵夫妇雅娜和玉莲都一致认为 这名工匠很有天赋 如有机遇 他肯定会成为艺术家 欢迎收听莫波桑的长篇小说 一生 柳欣欣播讲 精彩继续 谢说雨莲采取节俭的措施 实行改革 又给田庄带来新的变动 老车夫派去当园丁 子爵打算自己驾驶 专用拉车的几匹马也卖掉了 一边节省草料的费用 不过在主人下车的时候 总得有人看住牲口 于是雨莲又让放牛娃 玛丽与斯当了小仆人 最后 驾车要弄到马匹 他就在库亚尔和马尔丹 两个租电契约上 特别附加一条 规定每月 在他指定的一天 每户必须提供一匹马使用 但是作为补偿 他们可以免叫积押供品 这样 库亚尔送来一匹黄色的大猎马 马尔丹送来一匹长毛小白马 两匹牲口并排套在一辆车上 玛丽与斯则穿上西蒙老头 肥大的旧号服 整个人都埋在里面 于是他把这套马车 赶到主楼的台阶前 这回 雨莲也稍事打扮 弯腰挺起来 重现几分当年风俊的仪态 只是有那一脸的长胡须 仍然显得有点土气 他审视一分 对这套车马和小仆人 还算满意 不过他最看重的东西 仅仅是新绘制的徽章 男爵夫人由丈夫掺着 从他卧室下到楼下 吃力地登上马车落座 最后靠着几个垫子 这时 雅娜也来了 她一看见这两匹搭配的马 便哥哥大小 说是小白马像大黄马的孙子 再一看马里雨丝 整个人都消失在肥大的号服里 他更认俊不禁 大笑不止 的确 小仆人的脸让那顶戴着 徽章的帽子照起来 一直扣到鼻子上 两只手缩进绣筒里 两只脚被套裙似的号服下摆围住 脚上的两只大鞋 像船一样滑稽地从下面露出来 因此他看东西时要扬起脑袋 每走一步都要高抬腿 就好像跨越河沟 一听见主人吩咐 就像瞎子一样晕头转向 男爵转过头去 看见这小家伙手足无措的笨样 受到女儿的感染 也随之朗声大笑 还连声叫他妻子 笑得话都讲不出来 你 你瞧瞧玛丽丝那样子 多滑稽呀 天哪 太滑稽了 男爵夫人听了 从车窗探出头去 端详小仆人 也被逗得开怀大笑 压得整个车身直弹跳 就像行驶在崎岖的路上颠簸一样 然而雨莲却脸色刷白 问道 究竟有什么好笑的 你们简直都疯了 雅娜笑得差过气 直不起腰来 欲罢不能 只好坐到台阶上 男爵也随之坐下来 而马车里又发出一阵阵鼻息声 一阵阵恶逆响 显然 男爵夫人笑得上不了气了 这时 马里雨斯的大礼服猛然抖动起来 原来他明白了别人为何发笑 自己在戴帽子底下也不禁嬉嬉笑起来 雨莲终于怒不可遏 冲过去就给了小家伙一把掌 打飞了那顶大帽子 一直滚落在草坪上 随即又转身面向他的岳父 气的声音直发颤 话不成句 我觉得还轮不到您来发笑 如果您不坐持山空 把家道灰火金光 我们也不会落到这个地步 您这家道败落了 究竟怪谁呢 快活的情绪一下子冻结了 小生戛然而止 谁也不再说话了 此时 雅娜哭得心都有点颤抖 她不声不响地上车 坐到母亲的身边 男爵深感意外 意识默然 面对母女俩坐下 雨莲把那孩子拉上来 二人并排坐在驾驶座上 小家伙脸被打肿了 还眼泪汪汪的 路途很远 景色也很凄凉 车里的人都默默无言 男爵夫妇和女儿心中压抑 又极不自在 谁也不愿表露 营绕心头的思虑 而这个痛苦的念头 又死死纠缠 他们明显感到 没有心思谈论别的事情 与其触及这个难看的话题 倒不如紧锁眉头 保持沉默 两匹马步调不一致 拉着车子经过一座座庄园 吓得黑木鸡纷纷逃开 钻进篱笆里躲起来 有时还会引来 一条狂吠的狼狗 那狼狗追了一程又返回家 但浑身的毛还竖立着 不时回头朝马车吼叫 一个穿着沾满泥的 木底鞋的小伙子 双手插在兜里 而蓝布照山被风吹的 后背鼓起来 他拖着两条长腿 无精打采地走着 看见马车驶过来 便闪在一边 同时笨拙地摘下鸭舌帽 露出他那贴在脑壳上的头发 马车终于驶入 通入关道的一条 宽阔的松树林荫路 道路拧拧 折沟很深 车身左倾右斜 吓得男爵夫人连声惊叫 离鹰路尽头 有一道关着的白色栅栏门 马里与司跳下车 跑过去开门 马车便沿着环绕 一大片草坪的便道 一直行驶到 一座窗板紧闭 高大而凄凉的宅底前停下 底宅正门忽然打开 走出一位老仆人 他穿一件黑白条纹背心 下半步扎在围裙 他腿脚不灵便 斜着身子迈小步走下台阶 问了来客的姓名 把客人让进一间宽敞的客厅 并且费劲地拉开始终闭着的百叶窗 客厅里的家具全罩着套子 坐中和知行大烛台都裹着白单 一股发霉的气味 一股冰冷而潮湿的陈年气味 似乎一下子把客人的心肺和肌肤 浸入悲凉冷漠中 客人都落座等候 只听楼上走廊里有急促的脚步声 表明一户寻常的忙乱 庄园主人毫无准备正在尽快更衣 过了许久 有人摇了几下铃 有人下楼来 然后又上楼去 男爵夫人不耐习人的寒气 连接着打起喷嚏 雨林来回踱步 雅娜则神色黯然 坐在她母亲的身边 男爵吹了头 身子靠在壁炉的大理石台上 一扇高大的门终于打开 走出德布里维尔子爵夫妇 他们二人身材竖小 走路一窜一跳的 看不出有多大年纪 一副彬彬有礼 而极不自然的身态 女主人穿着一条绣花丝袍 头戴一顶坠丝带的老富小帽 她说话很快 嗓音有些尖利 子爵穿着华贵的紧身艳卫服 并屈膝向客人打理 她的鼻子眼睛 牙根外露的牙齿 仿佛打了蜡的头发 以及那一身华服 全都闪闪发亮 就像精心爱护 而保持光泽的物品一样 宾主续了牧林之仪 寒暄客套一番之后 便无话可说了 于是他们又没话找话 彼此毫无缘由地恭维起来 双方都希望保持友善的关系 既然常年住在乡村 互相探访就非常方便 客厅里寒气吸人骨髓 使人丧音发芽 男爵夫人喷嚏没止住 现在又咳嗽起来 于是男爵表示告辞 布里维尔夫妇 则极力挽留 怎么这么快就走啊 请多坐一会儿吧 怎么这么快就走啊 请多坐一会儿吧 尽管雨林事已 拜访时间太短 雅娜还是起身要走 主人向姚灵换仆人 好让她去叫马车 驶到门前 然而灵已嗅坏 摇不响了 主人只好亲自跑出去 片刻又回来 说是马已经泄套 先进马厩里了 只好等待 每个人都搜索枯城 找一两句话说说 他们谈到 英语联明的冬季 雅娜不寒而栗 询问两位主人 中年单独生活 究竟如何打发时日 听这一问 布里维尔夫妇不禁奇怪 他们每天都忙忙碌碌 要写许许多多的信件 寄给遍布法国各地的贵族亲戚们 平时要处理许许多多的家常琐事 而且夫妇二人始终相敬如宾 彼此间像生客一样 一本正经地谈论 绿豆芝麻大小的事物 这间宽敞的客厅平时无人 高高的天篷黑悠悠的 里面的家具陈设 全部照着布桃 而这一男一女十分娇小 十分整齐 十分洁净 在雅娜看来 真像贯装保存的贵族 车子和布相衬的两匹猎马 终于赶到窗前 不料玛丽宇斯又没影了 大概他想知道傍晚不会有事 就跑到旷野溜达去了 雨莲十分恼火 关照主人打发那孩子走回去 双方再三失礼化别 客人这才启程回白杨田庄 欢迎收听莫波桑的长篇小说 《一生》 刘欣欣播讲 马车一上路 雅娜和父亲 虽然因为雨莲的粗暴态度 而心情沉重 但在车厢里憋不住 重又开始谈笑 妇女俩模仿 布里维尔夫妇的动作和声调 一个扮演丈夫 一个扮演妻子 然而 男爵夫人觉得失敬 有些生气地制止他们 你们不该那样嘲笑人 他们都极有身份 属于名门士族的家庭 妇女俩不作声了 免得惹妈咪生气 尽管如此 妇女俩又不时地相互瞧一眼 重新又坐起来 男爵恭敬的实力 庄重地说 夫人 贵府的白羊田庄 海风很大 终日不停 一定很冷吧 雅娜也摆出一副做作的态度 像鸭子细水一般 微微晃着脑袋 娇声娇气地说 是的先生 我在这里 一年到头都有事可干 我们还有那么多亲戚 都要写信 德布里维尔先生完全撒手 一切事物都推给我 他呢 只是同佩勒神父研究学问 一起撰写诺曼底宗教史呢 男爵夫人又好气又好笑 和蔼地劝道 这样嘲笑咱们阶层的人 总归不大好 这时 马车猛然停下 雨连大声招呼后面的什么人 雅娜和父亲从车窗探出头 只见一个怪家伙 连滚带爬地跑过来 两条腿被飘动的裙子似的 号服伴住 眼睛被不断下沉的帽子遮起来 两只长袖子像莫方风车一般旋动 他拼命地蹚过一片片水洼 连接绊在石头上 一路东倒西外跌跌撞撞 见了满身的泥水 正是玛丽语斯全力倒腾腿脚 追赶车马 等他一追上马车 雨连就俯身揪住衣领 将他拉上来 然后松开缰绳 抡起拳头 古典一般地打那孩子 打的那顶帽子一直扣到肩膀上 孩子在帽里像猪一样嚎叫 想挣脱跳车逃走 然而主人一只手牢牢地抓住他 另一只手还不停地吹打 雅娜不知所措 结结巴巴地说 哦爸爸爸爸 男爵夫人万分气愤 抓住丈夫的胳膊 说道 雅克快点制止他呀 于是男爵猛地拉下前面的玻璃窗 一把抓过他女婿的衣袖 气的声音颤抖 冲他喝道 您打这孩子还有完没完 雨莲不禁恶然 扭过头去说道 难道您没有看到 这畜生把号服糟蹋蹋成什么样子了吗 这时 男爵的头已经插到两个人中间 他又说道 哼 这算什么 人不能粗暴到这种程度 雨莲火气又上来了 请您不要管好不好 这事同您不相干 说着他又扬起手 可是他岳父一把抓过他的手 猛力拉下来 竟使那只手磕在车座木板上 同时还立声喝道 您再不住手 我就下车 哼 我总有办法制止您 子觉这才顿时平静下来 他没有打话 只是耸了耸肩膀 挥动鞭子抽马 两匹马便奔跑起来 某女二人面无血色 坐在那里一顿不顿 而男爵夫人沉重的心跳 清晰可变 在晚饭的餐桌上 雨莲反而比平时显得更亲热 就好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似的 雅娜和她父母一向稀释宁人 不计前嫌 他们看到雨莲这样和颜悦色 就不能无动于衷 又都喜气洋洋 如同病狱的人那样感到特别舒坦 雅娜又提起布里维尔夫妇 雨莲也跟着打去 但她又立即补充道 不管怎样 他们到底气度不凡 他们不再去拜访邻居了 美人都怕又重新勾起马里雨丝的时来 他们决定元旦那天给邻居寄去贺年卡就算了 等到开春天气暖和时再去拜访 圣诞节到了 他们请来本堂神府和乡长夫妇共进晚餐 元旦那天又宴请了他们一次 唯有这点消遣 偶尔打断日常单调的延续 男爵夫妇预计1月9日离开白杨天正 雅娜想留住他们 但是雨莲却没有挽留的意思 男爵倦女婿的态度越来越冷淡 便派人去路往雇了一辆马车 启程了前夕 行李已经打好 外面上了洞 但天气晴了 雅娜和他父亲决定去伊波走一趟 从科西加回来后 他们就再没有去过那里 妇女二人穿越一片树林 举行婚礼那天 雅娜和结尾终身伴侣的人 也曾在这片树林里散过步 正是在这里 他第一次接受了爱抚 第一次产生了冲动 预感到肉欲的爱 但是直到奥塔野山谷 二人嘴对嘴喝泉水时 他才真正尝到这种爱的滋味 如今树叶已经脱光 曼草已然不见 唯有枝壳的声音 济光秃秃的树林 冬天才有的这种干脆的盛夏 妇女二人走进伊波小镇 街道既无一人 依然漂浮着那股海水 枣泪和鱼腥的气味 棕色的大鱼网依然挂在门前 或晾在石滩上 大海灰暗而寒了 依然掏声轰鸣 浪花翻飞 这时正开始落潮 沸岗那一边悬崖脚下 已露出苍绿的岩石 坛头则躺着一溜大鱼船 好像一条条死了的大鱼 伯木时分 渔夫们成群结队地来到石滩 他们穿着海原的大靴子 步履显得笨重 美人脖子上围着毛围巾 一手提着酒瓶 一手拎着船用的风灯 他们在斜躺着的渔船周围转悠很久 以诺曼底人不慌不忙的动作 将渔网 浮标 一大块面包 一罐黄油 一只酒杯和一瓶三十六度的白酒 一样一样地放到船上 然后他们把船震过来 推着下水 船底摩擦着鹅卵石 发出咯咯的响声 接着劈开浪花 飘在波涛上 摇摆了一会儿 便张开棕褐色的翅膀 带着围杆上的一斗灯火 消失在夜色中 渔夫的妻子个头高大 单薄的衣裙里显出粗壮的骨骼 他们守在海边 一直等到最后一只渔船驶走 这才返回沉睡静寂的小村镇 吵吵嚷嚷的说笑声 惊扰了幼黑街道的寒梦 男爵和雅娜助力不动 静静地观望着那些渔民 渐渐没入黑暗中 他们为生活锁迫 每天都要出海 去冒生命危险 以免饿死 过着饥寒交迫的日子 终生不知道肉 男爵面对大海感慨地说道 这真是又可怖又壮观 浩瀚的大海上 煤夜黑暗降临 多少人处在危险中 然而他又是多么壮美啊 对不对 小雅娜 雅娜在寒风中 微微一笑 答道 这可比地中海差远了 然而 他父亲却反驳道 哼 地中海 那简直像油 像糖水 像同里发蓝的洗衣水 瞧瞧这片大海 瞧瞧这惊涛骇浪 想想下海的那些人 他们现在 已经无影无踪了 雅娜叹了一口气 傅声道 是啊 您要这么说也可以 然而 地中海这个词 一旦到嘴边 便又刺痛他的心 把他的全部思绪 引向他梦想 稀直的遥远国度 妇女二人返回时 不再走树林 而是沿着大道 缓步登上山坡 他们都不大开口讲话 因为即将分离 而暗忍伤身 他们经过庄院的水沟时 闻到一股捣烂苹果的气味 这种扑鼻的新酿苹果酒的香味 在这个季节似乎在全诺曼底的农村飘荡 有时还闻到牲口棚的强烈气味 那是热牛粪散出来的好闻的发酵味道 一扇亮灯的小窗户 表明院里住着一户人家 亚娜觉得自己的心灵舒展开来 领悟到了一些看不见的事物 她望着田野星星点点的灯火 猛然强烈地感到 所有人无不分散 隔绝 远离自己所心爱的一切 无不处于孤独冷静的境地 于是她无可奈何地叹道 人生并不总是快乐的 男爵也叹息一声 要什么法子呢 孩子 咱们谁都无能为力 第二天 父母双亲启程走了 亚娜和雨莲独自留在白阳田庄 欢迎收听莫博桑的长篇小说 《一生》 刘欣欣博奖 精彩继续 纸牌进入这对年轻夫妇的生活领域 每天吃完晚饭 雨莲一边吸着烟斗 一边喝着科涅克白兰迪 现在她能喝七八倍了 同时和妻子打几盘纸牌 然后亚娜上楼回房间 挨着窗户坐下 听着风雨击打着玻璃窗 执意地绣着一条短裙的花边 疲倦了就抬起眼睛 眺望那浪涛滚滚的阴沉的大海 这样出神地凝望了几分钟之后 便重新拿起活计 况且舍此 她再也没有其他事情可干了 雨莲接管了主持家事的整个大权 以便充分满足她施展威风和实行节俭的渴望 她吝啬到了残忍的地步 从不赏给下人一文九千 严格限制他们的饭量 就连亚娜回到白杨田庄之后 向面包房定做的 每天早晨送货上门的 一小块诺曼底蛋糕 她也为了节省这笔费用而取消 规定她只能吃烤面包片 亚娜没有说什么 以免夫妻间解释争论乃至争执 但是她丈夫每一次吝啬的表现 她的心就像挣扎一样痛苦 觉得这种行为实在卑劣 而她生长的家庭里 从来不把钱当一回事 她经常听母亲说 钱这东西就是为了花的 而现在雨莲却不厌其烦地对她说 你就不能改一改习惯 别这样往外丢钱嘛 每回雨莲从工钱或账单上 磕扣下几文钱时 她就装进自己的口袋里 还沾沾自喜地说 积少成多嘛 有些日子 雅娜持心旁骛 重又幻想起来 她不觉地停下火急 双手绵软 眼神泪脸 重温少女时编织的浪漫故事 神思出发去寻觅艳雨 不料雨莲向老西梦吩咐事的事情 陡然把她从梦中拉了出来 于是她又拿起需要耐心的火急 心中按道 这一切全结束了 一滴眼泪滚落在她操针的手指上 罗丽莎也变样了 从前她那么快活 嘴里总是横长 而现在圆圆的脸蛋 瘫陷下去 失去了红润 有时就像蒙上一层尘土 雅娜时常问她 你有病了吗 我的孩子 小石女总是回答说 没有病 夫人 她面颊涌上一层红云 就慌忙退出去了 罗莎丽也不像从前那样爱跑了 她现在拖着脚步 走路都十分吃力 她也不爱美了 无论走村串户的货廊 向她兜售什么也是突然 不管是绸带 胸衣 还是各种各样的香水 她都一概不买了 偌大的底宅 里面好像是空的 一片死气沉沉 门帘墙上 留下一条条灰稻子 一月底下起雪来 只见远处海面灰蒙蒙的 垂压着从北方飘来的大块乌云 鹅毛大雪开始纷纷降落 一夜之间 整个原野都覆盖了 到了清晨 树木都披上了冰雪的新装 雨帘穿上长筒靴 须发乱蓬蓬的 一副村野的模样 终日泡在灌木林中 躲在面向荒野的蚝沟里 窥死千玺的猴鸟 时而一声枪响打破冰天雪地的宁静 惊飞的乌鸦在树林上空成群的盘旋 芽娜闷得发慌 有时下楼来到台阶上 眼前惨淡的雪地茫茫一片 死意般的沉寂中 隐隐回响着遥远的尘世的宣声 继而 他再也听不见什么 微闻远处波涛的轰鸣 以及冰霞纷纷降落的沙沙声 漫天大雪飞舞 仿佛无休无止地降落 在地面上越积越厚 一天阴惨惨的上午 芽娜守在房中 双脚举过炉前取暖 而日益变样的罗沙利 正慢腾腾地整理床铺 他忽然听见身后声音一声 没有回头便问道 你到底怎么了 小石女还像往常一样回答 没事夫人 然而 她的声音却听起来沙哑而微弱 芽娜随即想别的事情 可是忽悠发觉 听不见这姑娘的动静了 便叫了一声 罗沙利 仍然毫无动静 于是 她以为小石女偷偷出去了 便提高嗓门喊道 罗沙利 又要伸出手摇铃 这时 就在她身边的一声哀隐 令她毛骨悚然 猛地站起来 小石女脸色惨白 双眼发直 她席地而坐 两条腿岔开 背靠在床柱上 芽娜忙冲过去 问道 怎么了 你这是怎么了 罗沙利却一声不吭 一动也不动 她那郑重的目光 死盯着女主人 同时气喘吁吁 就像撕肝裂胆的一般痛苦 继而 她的后背忽然向下滑 全身挺直 紧咬牙关 还发出一声惨叫 这时 她那贴在插着的腿的裙子里 有什么东西开始蠕毒 而且立刻从那里传出一种异样的声响 好像鼓鼓的水声 又像卡住喉咙的窒息 接着是脱长的一声猫叫 一种已经感到痛苦的细与微的唾气 这正是婴儿出事的第一声痛苦的呼唤 雅娜顿时明白了 她惊慌失措 跑到楼梯口喊道 雨莲 雨莲 雨莲在楼下答应 什么事啊 雅娜急得说不出话来 是 是罗沙利 她 她 雨莲一不两急地跨上楼来 闯进卧室 一伸手撩起姑娘的裙子 只见她赤裸的大腿中间 蠕动着一团皱巴巴 黏乎乎的血肉 姑娘边身影边抽搐 惨不忍睹 雨莲站起来 一脸凶向 她把吓昏了头的妻子推出门外 说道 这里没你的事 走吧 去把吕迪芬和西梦老头给我叫来 雅娜浑身止不住发抖 下楼到厨房叫人 但是不敢回到楼上 便走进客厅 坠坠不安地等候消息 自从父母离开后 客厅就一直没有生活 不大功夫 她看见男仆跑出去 过了五分钟 她带来了当地接生婆唐图寡妇 然后楼梯上又是一阵忙乱的声响 好像抬一个受伤的人 雨莲过来告诉雅娜 说她可以回房间了 雅娜浑身颤抖 仿佛刚刚目睹了一个惨象 她重又坐到炉火前 问道她怎么了 雨莲在房间里夺来夺去 显得心事重处 又焦躁不安 好像要大动干火 她没有立刻回答 过了一会儿 她才停下脚步 说道 你怎么打算处置这个丫头 雅娜没有听懂 眼睛望着她丈夫 问道 什么 你想说什么 问我 我可不知道 雨莲好像心头火起 忽然嚷道 咱们家里 总不能收养一个私生子啊 雅娜一听 觉得十分为难 沉默了半想才说 不过 我的朋友 或许可以把孩子寄养出去吧 不等她说完 寄养出去 谁付钱 当然是你咯 雅娜又思考了很久 想找出个办法来 她终于说道 这孩子 当然要由她父亲抚养 她若是娶了罗沙利 那么这事就不难了 雨莲仿佛 再也忍耐不住 怒气冲冲的说道 她父亲 她父亲 你知道她父亲是谁吗 不知道吧 对不对 那又怎么办呢 雅娜不禁气愤起来 那人绝对不会丢下这姑娘不管 若真不管 若真不管 她就太卑鄙了 那么我们就打出她的姓名 去找她算账 非要叫她把这事说明白不可 雨莲已经消了气 重又开始夺步 亲爱的 她不肯讲出那男人的名字 她对我不肯讲 难道就会告诉你吗 那人若是不愿意娶她呢 我们总不能有个私生子的姑娘住在这里 你明白吗 雅娜却执意地重复道 那人若是不肯娶她 那就太可恶了 我们一定要把她打听出来 绝不饶过她 雨莲满脸胀的同红 又发起火来 可是眼下又怎么办呢 雅娜也拿不定主意 又问道 你说该怎么办呢 雨莲立刻讲出自己的想法 哦 照我看 这事很简单 我给她点钱 就打发她和孩子见鬼去吧 然而 这位少傅十分气愤 反驳道 这么处理绝对不行 这姑娘是我的好姊妹 我们是一起长大的 她干了一件错事 那也没办法 但是我绝不会因此就把她赶走 实在不行 这孩子我来抚养就是了 雨莲一听 暴跳如雷 那怎么行 要考虑我们清白的名声 要考虑我们的门底和社会关系 别人会到处讲我们包庇罪恶 收留贱女人 此后有身份的人都不敢登门了 真的 你怎么是这么想的 简直荒唐透顶 雅娜仍然心平气和 又说道 我绝不允许把罗莉莎赶走 你若是不愿留她了 我母亲会把她接走 迟早也要把孩子的父亲的姓名弄清楚 雨莲火冒三丈 甩门出去 同时嚷道 妇人之箭 愚蠢透了 下午 雅娜上楼看望产妇 小石女睁着眼睛 一动不动地躺在床上 唐土寡妇在一旁看护 怀里摇着出声的婴儿 罗莎莉一见女主任进来 立刻用被单蒙住脸失声痛哭 哭得伤心极了 浑身随着抖动 雅娜想拥抱亲亲她 但她死活不肯 总是蒙住脸 这时看护过来 把被单揭开 罗莎莉就不再动了 但她仍然轻声啜气 炉火不忘 屋里狠了 婴儿在呱呱提叫 雅娜不敢提起小东西 怕又惹得她哭起来 只是握住她的手 不加思索地反复说 不要紧的 不要紧的 可怜的姑娘眼睛往看护那里看 听见婴儿的提叫就心惊肉跳 她还有点悲伤 喉咙哽咽 不时抽气一两声 一直回去的泪水 在她嗓子里 发出咕噜咕噜的声响 雅娜又拥抱亲了她一下 对着她的耳朵悄悄说 好了 孩子 我们会好好照顾的 她见罗莎莉又要哭了 便急忙离开了 雅娜每天去看她 而罗莎莉每天见到女主人 都要哭一通 婴儿送到邻居家寄养了 发生这件事之后 雨莲不打跟她的妻子说话 就好像她还耿耿于怀 怪雅娜不肯赶走小石女寺的 有一天 她又提起这事 雅娜立刻从兜里掏出一封信 男爵夫人在信中说 白杨田庄若是不容罗莎莉的话 就马上打发到她那里去 雨莲火帽三丈 让道 你母亲跟你一样 全都胡来 话虽如此 她却不再坚持了 半个月后 产妇能下床了 重新又照常干活 一天早晨 雅娜让她坐下 拉住她的双手 眼睛盯着说道 哎 孩子 把情况全告诉我吧 罗莎莉哆嗦起来 吱吱呜呜地说 什么 夫人 那孩子是谁的 小石女惊恐万壮 极力想挣脱双手 一遍捂住脸 然而 雅娜硬是亲了亲她 恩慰道 丫头啊 这是件不幸的事 发生了 又有什么办法呢 你一时没有检点 不过 许多别人也都难免 如果孩子的父亲娶了你 也就没人再想这事了 我们就雇佣他 让他和你在这里干活吧 罗莎莉就像受折磨似的连连身影 还不时用力想挣脱跑开 雅娜又说道 我完全理解 你是感到羞愧 可是你瞧 我并没有发火 而是平心静气的和你谈话 我打听那个男人的性命 也是为了你好 因为我看你这么伤心 就觉得他抛弃了你 我就是要阻止他这么干 呃 雨莲会去找他 我们要逼他同意娶你 而且 我们俩留你们俩在这里干活 那会迫使他好好对待你 这回罗莎莎莉猛一用力 双手终于从女主人的手中挣脱出来 发疯狂一般地跑了出去 用晚餐时 雅娜对雨莲说 我劝过罗莎莉 想让他说出引诱他的那个男人的名字 可是没有问出来 你也试试吧 我们好迫使那个无赖娶他 不料雨莲立即发火 答道 哼 告诉你 这件破事 我再也不想听了 你非要留下这姑娘 那就留着吧 但是 不要再来烦我 打字罗莎莉生孩子之后 雨莲的脾气更坏了 而且养成一跟妻子说话就叫嚷的习惯 就好像他一直没有消气 反之 雅娜说话倒是压低声音 和颜悦色 以商量的口气 以免争执起来 然而夜晚躺在床上 他常常独自垂泪 他俩蜜月回来之后 雨莲就很少和他同床 现在他尽管总发脾气 但又恢复做爱的习惯 连续三个夜晚 不入他妻子卧室的情况 是极少见的 不久 罗莎莉也完全康复 也不那么伤心了 只是还有点提心吊胆 摆脱不了一种 无明的恐惧 欢迎收听 莫伯桑的长篇小说 《一生》 柳欣欣播讲 有两回 雅娜又想盘问他 他都慌忙跑开了 雨莲也忽然变得和气了 年轻的妻子又隐约怀有希望 心情也快活起来 不过偶尔还感到一种说不出来的烦躁 但他绝口不提 现在还没有解冻 一连将近五周 天气晴朗 闭空像水晶一般 夜晚 广雨寒翘 满天星斗又仿佛凡霜 覆盖着坚硬而闪光的一层雪原 在铺满雾松的大树屏障后面 孤零零的方形院落的衣舍 穿着白衬衣 仿佛睡熟了 人畜都不再出来 唯有茅房的烟囱 暴露隐藏的生命 那屡屡吹音垂直的声向冰天 原野 绿梨 围栏的榆树林 一切都仿佛冻死了 时而听见树木喀巴喀巴的响声 就好像树皮里的肢体都破碎了 有时一根粗枝会脱落 无坚不摧的严寒冻住了树叶 截断了纤维 雅娜惶恐不安 等待着暖风吹来 她认为浑身这股说不出来的难受劲儿 是天气太严寒的缘故 她时而厌食 什么东西都吃不下 时而脉搏狂跳 时而稍稍近一点时又消化不良 感到恶心 由于心弦紧绷而时而振动 她处于一种持续的 难以忍受的兴奋状态 一天晚上 气温又下降了 雨莲要节省木柴 餐厅里烧得不够暖 她吃完饭还打着寒颤 搓着双手 低声对妻子说 今天夜晚同床该有多美 对不对啊 我的猫咪 说着她就笑起来 笑得还像以前那样爽了 雅娜扑上去 搂住她的脖子 但是不巧 这天晚上她正感到不适 浑身疼痛 情绪特别烦躁 于是她同雨莲接吻时 她轻声央求让她单独歇息 她解释两句 说她不舒服 亲爱的 求求你 我确实身体有点难受 等明天一定会好些的 雨莲也没有坚持 随你便吧 亲爱的 你若是病了 就应当调养调养 接着 他们就谈起别的事情 雅娜要早早睡下 雨莲特意吩咐下人 给她卧室升上炉火 等仆人来禀报说炉火烧旺了 雨莲就吻了吻妻子的额头 回房去了 整座楼房似乎都冻透了 墙壁好像在枝大寒战 发出轻微的声响 雅娜躺在床上瑟瑟发抖 她起来两次往炉子里贴木柴 又找来长袍短裙和旧衣服 一层一层的压在被子上 可是怎么也暖和不过来 双脚麻木了 站立从脚传到小腿 再传到大腿 她辗转反侧 心虚烦躁到了极点 过时不久 她的牙齿开始略略打颤 双手也四四发抖了 胸口憋闷 心跳缓慢下来 发出喷喷的低沉声响 有时还仿佛停止跳动了 喉咙也发紧 好像吸不进气来了 难以抵御的寒气侵入她的骨髓 在她的心里引起极度的惶苦 她从来没有这种感觉 从未像这样生命危险 就要咽最后一口气了 她心里念叨 我要死了 就要咽气了 她惊恐万壮 立刻跳下床 摇铃呼唤罗沙利 等了片刻再次摇铃 又等了一会儿 她身子冻得冰冷 不住地颤抖 小使女呼唤不来 大概头一觉睡得太死 怎么也吵不醒 雅娜一时急得昏了头 光着脚就冲向楼梯口 她不声不响地上楼 摸黑找到门 推开便叫了一声 罗沙利 同时脚步未停 静止走进去 碰到床檐 身手一摸 发觉是一张空床 床上空空如也 而且冰凉 不像有人睡过 雅娜深感诧异 不禁想到 怎么回事 这么冷的天 她还往外跑 这时 她的心忽然狂跳 胸闷尚不来气 双腿发软 只好下楼去叫醒雨莲 雅娜确定自己要死了 渴望在失去知觉之前 见她一面 因此 她推门 闯进她的卧室 借着奄奄一息的炉火光亮 她看见她的丈夫 和罗沙利的头 并排枕着一个枕头 她惊叫一声 那两个人一下子都坐起来 她猛一发现这个情景 在惶恐中一时正住 身子动弹不了 继而她才跑出去 逃回自己的房间 那边雨莲拼命喊 雅娜 她的心极度恐惧 生怕见她的面 听到她的声音 生怕跟她四目相对 听她辩解而编织谎话 于是 她又冲出门 跑下楼去 这时 她在黑暗中奔跑 不顾会从台阶上滚下去 摔到石台上 会有骨折的危险 心中只有一个念头 静止往前冲 逃得远远的 什么事也不想知道 什么人也不想看见 跑到楼下 她坐到台阶上 仍然光着两只脚 身上只穿着睡衣 她待在那里 不知所措 雨莲已经跳下床 急忙穿上衣服 雅娜听见她的动静 又站起来要躲避她 雨莲也下楼来了 边走边喊 雅娜 听我说 不 她再也不愿意听 再也不愿意 让她碰一碰手指头 就像有杀手追她一样 她又冲进餐厅 想找一条退路 找一个藏身的地方 一个黑暗的角落 想法避开她 她刚拳缩在餐桌底下 雨莲就推开门 她手里举着蜡烛 连声叫着 雅娜 于是 她又像野兔一般 窜进厨房里 如同入围的野兽 在里边兜了两圈 看着雨莲就要追上了 她就猛然打开 通向花园的门 直奔野外跑去 她那赤裸的双脚 踏在雪地上 有的地方身陷到膝盖 虽然身上几乎一丝不挂 但她并不感到冷 只是内心如焚 而躯体麻木 她毫无知觉 一味地向前奔跑 白色的身影跟雪地一样 雅娜沿着林荫路跑去 穿过灌木林 又越过水沟 跑到旷野荒原上 夜空没有月亮 群星闪烁 好像拨在黑色天穹上的火中 然而荒原却寒清凉 远望去一片幽幽的白光 一片凝动静止 无边无际的沉寂 雅娜跑得更快乐 她屏住呼吸 不知所为 也毫不思索 猛瞒间 她发觉已经到了悬崖的边缘 便本能地戛燃止 蹲在雪地上 头脑一片空白 全然丧失了意志 眼前是黑幼幼的深渊 望不见的大海 尖默无声 散发着 退潮时 海藻的咸腥味 她待了许久 精神和肉体 都处于迟钝状态 然而 她骤然开始发抖 抖得厉害 犹如大风吹动的帆船 她的胳膊 双手和双脚 都受到一种 无法抗拒的力量的摇汗 不停地抖动 剧烈地惊跳 她猛然清醒过来 却是肝肠痛断地清醒 往事历历 又一幕幕地在她眼前出现 她和雨连乘坐 拉斯蒂克老头 翻船的尤海 他们二人的促膝谈心 她内心萌生的爱情 她那艘游艇的命名士 接着 她追溯得更远 一直回想到 出发白杨田庄时 丹于美梦的那个夜晚 然而如今 如今啊 唉 她的生命已经被摧残 全部欢乐已经终结 没有任何期望 任何期望都不可能了 展现在眼前的未来 唯有折磨 负情和痛苦绝望 不如一死 就这样一了百了 这时 远处有人高声说 在这儿 这是她的脚印 快点 快点 走这边 那是雨连的声音 她正在寻找雅娜 哦 雅娜不想再见到她 这是她听见前面深渊里 传来细微的声响 隐约是海水在岩石上 滑动的 潺潺之声 她支撑着站起来 已经纵身要跳下去 像绝望之人那样 绝别生命 又像垂死之人 那样临终一句话 像战场上 肠子被打出的 年轻士兵那样 最后一声呼喊 妈妈 妈咪的形象 赫然出现在她的脑海中 她看见母亲 气不成声 看见父亲 跪在她溺水尸体的眼前 一时间 她完全感到了 父母的悲痛欲绝 于是 她浑身绵软 又跌倒在雪地上 等雨连和老西蒙 以及提着马灯 随后的马里语斯赶到时 她不再逃避了 他们抓住 她的胳膊往后拉 因为她就在悬崖边上了 亚娜已经不能动弹 任凭她们摆布 她决出她被人抬走 后来放到一张床上 用滚烫的毛巾给她按摩 又过了一阵 一切都消失了 她完全失去了知觉 后来她做起噩梦 真是一场噩梦吗 她躺在卧室里 天亮了 可是她起不来 是什么缘故呢 她却一无所知 这时 她听见地板上 有轻微的响动 像是骚动扶弄的声音 忽见一只老鼠 一只灰色的小老鼠 穿上她的被子 紧接着又上来一只 继而第三只向她胸口逼来 小碎步跑得很快 亚娜并不害怕 不过她想抓住小老鼠 猛一伸手却没有抓到 这时又来了许多老鼠 十只 二十只 几百只 几千只 从四面八方钻出来 他们爬上床柱 在挂毯上乱窜 黑压压的满床结实 不大功夫 他们又钻进被窝里 亚娜感到他们从她皮肤上划过 弄得她的腿发痒 还顺着她的身子上下乱窜 她看见老鼠从床脚爬上来 钻进被子里 浮在她的胸口 她用力挣扎 伸手去抓 但是总扑孔 一只也抓不到 亚娜气急了 她想逃开 想呼喊 但又好像被粗壮的手臂摁住 动弹不得 然而 她并没有看见人 她毫无时间概念了 这种状态 大概持续了很久很久 她终于苏醒了 但是又疲倦又痛苦 不过还是相当的舒坦 她感到浑身软弱乏力 睁开眼睛时 看见妈咪坐在她的房间里 还有一位她不认识的胖男人 她自己多大年龄了 根本弄不清了 她自以为是个小姑娘 以前的事情 她也一概记不起了 那位胖男人说 瞧 又恢复知觉了 妈咪听了 又流下眼泪 于是那位胖男人又说 哎 男爵夫人 请冷静一点 现在可以对您说 我有把握 不过 什么也不要对她讲 什么也别说 让她睡吧 亚娜觉得 她在这种昏昏沉沉的状态中 又过了很久 她每次要打起精神思考 就立刻又沉睡过去 她也不枉费神回忆任何事情了 仿佛她隐约担心 生怕她头脑中 复现实际的情景 且说有一回 她醒来时 看见只有雨莲坐在她身边 于是 她猛然回忆起这一切 就好像遮掩 她从前生活的幕布 一下子拉起来了 她立时心如刀脚 又想逃走 她推开被子 跳下地 可是双腿支撑不住 立即跌倒 雨莲急忙上前要搀扶 她却嚎叫起来 不让雨莲碰她 她的身子扭转卷曲 在地上打滚 这时房门忽然打开 跑进来 立松姨妈和唐土寡妇 接着是男爵 最后是男爵夫人惊慌失措 气喘吁吁地跑进来 他们又安置亚娜躺下 她立刻闭上眼睛 存心不说话 好凝神想一想 她母亲和她姨妈在一旁看护 他们百般体贴 总想盘问她 喂 小雅娜 我的小雅娜 现在只有我们 你听见了吗 她装作没听见 不予理睬 她清楚地知道 这一天过去了 到了夜晚 看护守在她身边 不时喂她点水喝 给水就喝 就是不说话 但她再也睡不着了 她吃力地思考 回想那些遗忘的事情 仿佛她的记忆出现漏洞似的 有一片片空白点 根本没有留下 所发生事情的痕迹 经过长时间的专心回忆 她才渐渐想起 全部的事实 欢迎收听 莫伯桑的长篇小说 《一生》 刘欣欣博奖 精彩继续 她全神贯注 执着地思考着这件事 母亲 姨妈 和父亲全来了 显然她大病了一场 那么雨莲呢 她是怎么讲的呢 父母双亲了解实情吗 还有罗沙利 她在哪里呢 今后该怎么办呢 她心头忽然一亮 干脆随父亲回鲁王 就像以前一样生活 大不了她就算寡居 于是她开始等待 倾听周围的人讲些什么 她全能听懂 但又不露声色 心中暗自高兴 又恢复了神志 表现出了耐心 表现出了耐心和狡黠 到了晚上 屋里终于剩下 他们母女二人了 她低声叫道 妈咪 她听到自己的声音 不免诧异 觉得完全变了样 男爵夫人抓住她的手 我的孩子 雅娜 我的宝贝 我的孩子 你认出我来了 认出来了 妈咪 不过 你现在可别哭 我们要长谈一次 为什么我跑到雪地里 雨莲对你说了吗 说了 我的心根 你发了高烧 差一点没保住命 不是那么回事 妈妈 我发高烧是后来的事 她可告诉你 我是怎么发的高烧 又为什么要逃跑吗 没有 我的心根 那是因为 我发现罗沙利 睡在她的床上 男爵夫人 以为她又说胡话了 便抚摸着对她说 睡吧 我的小宝贝 平静一点 静下心来好睡觉 可是雅娜却执意要说 她又说 现在 我的神智完全清楚了 妈咪 我这不是在说胡话 大概这几天 我竟说胡话了 告诉你 出事的那天夜晚 我感到不舒服 就去叫雨莲 发现罗沙利 跟她睡在一起 我一时痛不欲生 跑到雪地 想跳下悬崖 然而 男爵夫人 还是重复说 对 我的心根 当时你病得很厉害 不是那么坏事 妈妈 我发现罗沙利睡在雨莲的床上 就不愿跟她一起生活了 你把我带回鲁昂 我们还像从前那样 男爵夫人也有医嘱 凡事不要执右 亚娜 于是她答道 好吧 我的小宝贝 可是病人不耐烦了 看得出来 您并不相信我 你去叫爸爸来 他最终会明白我的意思的 男爵夫人非常吃力地站起身 住着两根拐杖 她拖着脚步出去了 过了几分钟 她又由男爵搀扶着回来了 老夫妇二人坐在床前 亚娜立刻讲起来 她的声音细弱 但很清晰 诉说雨莲性情古怪 心肠冷酷无情 为人特别吝啬 而且还负情背意 总之 她一股脑全讲出来了 等她讲完时 男爵看得出来 女儿并没有讲糊话 不过仓促间 她还不知道这事如何看 如何解决 又如何回答 父亲温柔慈想地握住她的手 还像从前讲故事那样哄她睡觉 亲爱的 听我说 你必须谨慎从事 不可操之过激 在我们做出决定之前 你暂时迁就点你丈夫 这样行吗 你答应我吗 亚娜轻声答道 好吧 我答应 不过 我一养好病 就绝不留在这里了 接着 她又压低声音 问道 现在 罗沙丽在哪里呢 男爵回答说 你再也不会看见她了 可是 亚娜不肯罢休 追着问道 她到底在哪呢 我想知道 男爵这才不得不承认 罗沙丽并没有离开白羊天壮 但她肯定说 她要走的 男爵做父亲的心 受到伤害 她从病人卧房出来 还气愤铁鹰 静止去找雨莲 劈头则问道 先生 我来要你说明白 你是怎么对待我女儿的 你欺骗她 同她的使女偷情 这是一种 双重的侮辱 不料雨莲却装作清白无辜 极力否认 又赌咒又发誓 况且 他们有什么证据呢 难道不是亚娜说疯话吗 她不是刚刚换了脑膜炎吗 她刚发病时 有一天夜里进入瞻旺状态 不是跑到旷野雪地上去了吗 她恰恰在那种状态中 几乎光着身子满楼乱跑 才硬说她看见使女睡在她丈夫的床上 她还愤然作色 威胁说要打官司 并表现出极大的愤慨 男爵反倒蒙住了头 她又是道歉 又是赔不是 诚心诚意地伸出手去 而雨莲拒绝 同她握手言和 亚娜了解到她丈夫的辩解 丝毫未有动气 只是说了一句 爸爸 她满口谎言 不过我们迟早叫她无话可说 一连两天 亚娜一声不吭 像在宁神静思 到了第三天早晨 她要见罗沙利 男爵不许人去换小石女上楼 说她已经离开了 亚娜丝毫不让步 反复地说 那好 派人去她家把她找来 亚娜已经发火 这时大夫进来了 男爵他们把事情全告诉大夫 让她来判断 或儿亚娜又哭了起来 她极度冲动 几乎喊道 我要见罗沙利 我要见她 于是大夫握住她的手 轻声对她说 您要冷静夫人 您怀孕了 情绪太激动 会引起严重的后果 亚娜像挨了一击 顿时震住了 当即觉得身子里有什么东西在蠕动 她陷入沉思 默不作声了 甚至没有听别人对她说什么 那一夜 她通宵未眠 心中总是萦绕着这个奇特的心念头 她肚子里怀着一个孩子 不过一想到这是雨连的孩子 她就感到难过和悲伤 生怕这孩子将来像她的父亲一样 等到天亮 她就叫人把男爵请来 爸爸 我意已决 我要把情况全都弄清楚 现在尤其有这个必要 您明白吗 我要这样 你也知道以我身体的状况 凡事要顺着我 听清楚了 我这就去请本堂神父先生 我需要他的协助 好防止罗沙利说谎 再有 神父一到 你就叫人把罗沙利叫上楼来 你和妈咪都留在这里 千万注意 不要引起雨连的怀疑 一个小时之后 神父请到了 她又胖了一圈 跟男爵夫人一样喘得厉害 她坐到雅娜身旁的椅子上 大肚子垂到岔开的两条腿中间 她习惯性的用方格手帕擦额头 一坐下来就开起玩笑 嘿 男爵夫人 看来咱们俩都没有瘦啊 照我说 咱俩可真是般配的一对 说吧 她又把脸转向床上的病人 呵呵 少夫人 别认对我说什么了 不久 我们又要举行一个命名试 哈哈 这回 可不是给一艘游艇命名了 接着 她口气转为严肃 补充说道 将来一定是个国家的捍卫者 略一沉溺 又说 再不就是一位贤妻良母 像您一样 夫人 同时 她向男爵夫人供了供身 这时 李策的一扇门开了 罗沙利泪流满面 惊恐万丈 死死抓住门框不肯进了 男爵在后面推她 而且不耐烦了 用力一推 把她扔在屋子里 于是 她双手捂住脸 站在那里哭哭啼啼 雅娜一看见她 就猛地坐起来 苍白的脸色塞过背灯 而她的心狂跳 震动她那贴身单薄的睡衣 她说不出话来 感到窒息 连呼吸好像都停止了 她终于开口了 但由于冲动 说话断断续续 我 我 用不着问你了 只要看见你在我面前 这种羞愧的样子 我就完全明白了 她喘不上气来 停了片刻 接着又说 但是 我要了解全部情况 全部 全部情况 我把神父先生请来了 要明白 这就是你的一次忏悔 罗沙利仍然站着不动 双手死命地捂住脸 哭声几乎像嚎叫 男爵不由地心头火起 揪住罗沙利的胳膊 猛力拉开 再把她按倒跪在床前 快点说 回答 罗沙利匍匐在地 保持绘画上 马德林居的姿势 帽子歪到一边 围裙抚在地板上 双手又重新捂住脸 马德林是个有罪孽的女子 后受到耶稣的感化 成为女圣徒 这时本堂神父对她说 喂我的孩子 听好 问你什么就回答什么 我们无意伤害你 只想了解事情的经过 亚娜身子探到床边 眼睛凝视着她 说道 那天晚上 你睡在雨帘的床上 被我撞见了 这是事实吧 罗沙利从指缝间 呻吟道 是的 夫人 男爵夫人一听 也忽然哭起来 她那抽搐 哽咽的粗重声音 同罗沙利的眼皮 交织起来 亚娜眼睛始终盯着小侍女 又问道 这事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自从她来到这里 亚娜没听明白 自从她来到这里 这么说 自从 自从去年春天了 是的 夫人 自从她踏进这个家门 是的 夫人 仿佛无数疑问压在心头 亚娜要一吐为快 连接发问 这事是怎么发生的 她是怎么向你提出来的 她又是怎么把你搞到手的 她对你说了些什么话 什么时候 你是 怎么答应的 怎么能把身子给了她呢 这时 罗沙利把手从脸上放下来 她也要一吐为快 急于回答 我怎么知道呢 这是她头一回在这里吃饭的那天 她到我屋子里来找我 我先藏在阁楼上 我又不敢喊叫 怕惹出麻烦事来 她就跟我睡觉了 天哪 那时候 我也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她爱怎么样 就怎么样 我 什么也没有说 因为我觉得 她那个人很可爱 听到这里 亚娜尖叫一声 那么 你的 你的孩子 就是跟她生的了 罗沙利 呜也道 是的 夫人 两个人随即都不说话了 现在只有罗沙利 和男爵夫人的 啜气声 亚娜受不了了 感到自己的眼睛也泪水涌荡 一滴一滴 无声无息地留下面颊 使女的孩子 同她的孩子竟然是同父 此刻 她息怒了 只感到内心充满了一种绝望的情绪 一种迟缓的 深沉的 毫无止境的绝望 她终于又开口了 但是声音变了 是哭泣的女子 为泪水浸湿的声音 我们旅行回来之后 什么时候 她又去找你的 现在 小石女瘫软在地上 她懦弱地答道 就是 就是在当天晚上 她又去了 句句话都揪着 雅娜的心 原来当天晚上 回到白杨田庄的 当天晚上 她就抛开她 去找这丫头 怪不得 她肯让她一个人睡 她了解的情况够多了 现在什么也不想再问了 她喊道 走吧 你快走吧 罗沙里 已软坐一摊 没有动弹 雅娜便招呼她父亲 把她带走 把她拖出去吧 爸爸 本堂神父始终未知一言 现在 他认为 时机已到 该说教一番了 我的孩子 你干的这种事 很不好 非常不好 仁慈的上帝 不会轻易饶恕你的 想一想地狱吧 今后 你若是不改邪归正 就要下地狱 现在 你有了一个孩子 你应该安分守己 不用说 男爵夫人会帮助你的 我们可以替你找个丈夫 他会这样滔滔不绝地讲下去 可是 男爵已经揪住 罗沙里的肩膀 把他拎起来 拖到门口 一下子扔进楼道里 就像扔一包东西似的 男爵回过身来 脸色刷白 比他的女儿还要分开 神府却接着说 还有什么办法呢 这地方的姑娘都这样 这种风气 叫人厚心 但谁也无可奈何 只能稍微宽容点 对待这种天生的弱点 不过 他们不怀孕 是绝对不嫁人的 绝不嫁人 夫人 他微笑着补充了一句 好像当地就是这种风俗 接着 他转为气愤的口气说 就连孩子们都学坏了 去年在墓地里 我就撞见两个孩子 一男一女 正是教理讲习班的学童 我告诉了他们的家长 您知道 他们是怎么回答我的吗 他们说 有什么办法呢 神父先生 这种肮脏事 又不是我们教给他们的 我们也没辙 就是这样先生 您这使女的行为 跟其他人一样 男爵听了气得发抖 立刻打断神父的话 让我气愤的是雨莲 他竟然干出这种下流事 我要把我的女儿领走 他在屋里夺来夺去 越说越激动 越说越愤恨 对我的女儿这样薄情寡义 简直太卑鄙 太卑鄙了 这个人简直是个无赖 是个恶棍 是个坏蛋 我要当面说给她听 我要扇她的耳光 我要让她死在我的手杖下 神父坐在垂泪的男爵夫人身旁 从容不迫地吸着鼻烟 正想如何进到西式宁人的指手 她又说道 哎 男爵夫人 咱们私下说 她的行为跟所有人一样 忠实的丈夫 您说 有很多吗 她又以打趣的口吻说 喏 就拿您来说 我敢打赌 您也胡闹过 凭良心讲 这话对不对啊 男爵一愣 戛然停在神父的面前 神父接着说 嘿 对吧 您也跟别人一样 谁又不知道 您就从未动过像这样的小丫头了 跟您说吧 人人都这样做 尽管如此 尊夫人也没有少得到幸福 少得到爱 对不对啊 男爵一时百感从生 站着不动 这话不假 的确 她有同样的行为 而且更为经常 只要有机会就不放过 她同样没有遵守夫妻生活的约束 碰到大妻子的使女 只要脸蛋漂亮 她一向毫无骨骑 难道也因此 就是个下流东西吗 为什么她如此苛责 雨连的行为 而从未想过 自己的所为 有什么罪过呢 男爵夫人还在难受 但一想起她丈夫的风流运势 嘴唇上便浮现一抹微笑 她是个多愁善感的女人 心肠特别软 认为多情风流 原本就是人生的一部分 这时 雅娜精疲力竭 养身躺着 手臂绵软垂在两侧 眼神茫然 神思陷入残苦的冥想 罗莎里的一句话 又在耳边回响 特别伤她的感情 像锥子一样 刺入她的心 我呀 什么也没有说 因为我觉得 她那个人很可爱 雅娜也觉得她很可爱 仅仅为了这一点 她就嫁给她 和她结为终身伴侣 为此 她放弃任何别的希望 放弃当初的 各种各样的打算 放弃日后任何意外的谚语 她掉进婚姻这个仙境里 掉进这个 无法攀缘上来的洞里 掉进这种悲惨 凄凉的绝望中 只是因为 她和罗莎里一样 当初觉得她可爱 有人怒气冲冲的 闯进门来 正是雨莲 她一脸的凶响 显然 她发现罗莎里 在楼上唾气 就明白这里 背着她在策划什么 使女肯定全找了 她一看神父在场 不禁愣在原地 雨莲声音微微颤抖 但是镇定的问道 怎么了 出什么事了 男爵刚才情绪 那么激烈 现在却不敢吭声 生怕神父 又搬出那套话 她女婿反而 引用她的实力了 男爵夫人 哭得更伤心 然而 雅娜却用手 支起身子 凝视着这个 给她造成 极大痛苦的人 她气喘吁吁 断断吁吁的说 出什么事了 就是我们全弄清楚了 了解到 您自从 自从跨进 这个门槛那天起 所有的无耻行为 就是这个 使女的孩子 跟我这个一样 都是您生的 他们俩是兄弟 她想到这一点 就无内俱焚 瘫软在被子里 泣不成声 雨连站在那里 呆若木鸡 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也不知道该做什么好 神父又来劝解了 好了 好了 别这么伤心了 少夫人 要理智一些啊 神父说着 起身走到床前 把她热乎乎的手 放在这个 悲痛欲绝的 少夫的额头上 怪事 就这么一接触 雅娜便软了下来 她立刻感到 浑身软绵无力 仿佛这个乡村神父 惯语替人赎嘴 给人慰藉的粗壮的手 只要一触碰 就能产生神奇的效果 让人的情绪 平静下来似的 这位老先生仍然站着 接着又说道 夫人 得饶人处且饶人 您遭受了巨大的不幸 但是上帝仁慈 又补偿给您巨大的幸福 因为您即将做母亲了 这孩子就是您的安慰 我要以孩子的名义 恳求您 恳求您原谅 玉莲先生的过错吧 这孩子将成为你们之间新的纽带 将是她忠实的保证 您身上怀着她的血肉 难道您能和她的心永远隔绝吗 雅娜答不出话来 她现在精疲力竭 内心残酷 肝肠寸断 甚至无力生气和恼恨了 她觉得自己神经松懈了 渐渐割断 整个人已经奄奄一息了 男爵夫人似乎从不嫉恨人 要狠心也不能持久 她轻声劝道 算了吧 雅娜 于是神府抓住年轻人的手 拉到床前 放到他妻子的手上 随即轻轻地在上面拍了一下 似乎要把他俩永久地结合起来似的 然后他收起职业说教的语气 高兴地说道 好 解决了 请相信我 这才是上策 然而 两只手合在一起 随即又分开了 于连还不敢拥抱亲吻雅 只是在他岳母的额头上吻了一下 转过身去 跨上男爵的胳膊 男爵也就顺水推舟 暗自庆幸 事情就这样了结 于是 翁婿二人 晚必出去抽血夹了 这时 这时病人已疲惫不堪 昏昏欲睡了 神父和男爵夫人则在小声地谈话 神父大谈特谈 解释并阐述他的看法 男爵夫人频频点头 最后神父总结一下 说道 就这样说定了 您给这丫头巴贝尔田装当嫁妆 我来负责给她找个丈夫 找一个又本分又诚实的小伙子 嘿 就凭着两万法郎的财产 不愁美求亲的人 到时候就怕咱挑花了眼呢 男爵夫人心满意足 现在脸上泪痕已干 有了笑容 但面颊仍挂着两颗泪珠 他再三声明 说定了 巴贝尔田装 少说也值两万法郎的 但这笔财产要立在孩子的名头上 父母在世的时候只能享用 神父站起身来告辞 同男爵夫人握了我手 您不要动 男爵夫人 您不要动 您可知道 走一步路是多费劲啊 神父出去时碰到利松姨妈 利松姨妈来看病人 她什么也没有觉察出来 像往常一样 别人什么也没有告诉她 她也就什么都不知道 欢迎收听 莫伯桑的长篇小说 《一生》 刘欣欣博奖 罗沙利离开了白羊天庄 雅娜正在度过痛苦的怀孕期 她要做母亲了 但内心感觉不到丝毫的喜悦 还没有从过度的伤痛中摆脱出来 她仍然处于恐惧之中 不知会发生什么灾难 因此等待孩子出生也毫无兴趣 春天悄悄地回到大地 光秃秃的树木还在凉风中陡色 但是沟渠的湿草中 腐烂的秋叶间 已经钻出黄色的爆虫花 一种潮湿的像发酵一样的气味 从整个旷野 从一座座庄园 从湿润的耕田里散发出来 褐色土里钻出无数嫩绿的点点牙间 在阳光下晶莹闪亮 一个身材魁梧的胖男人 代替罗莎莉成为使女 搀扶着男爵夫人在白杨路上 单调地来回散步 男爵夫人那条腿更加沉重了 留下一连串潮湿的泥野 亚纳则跨着男爵的胳膊 她的身子日益笨重 总感到不舒服 利松姨妈在另一侧扶着侄女的手 她未即将分娩这件大事操劳 但又坠坠不安 心烦意乱 觉得自己永远也不会了解这其中的奥秘 一连几个小时 他们就这样散步 难得开口讲句话 这期间 雨莲忽然产生一种新的爱好 终日起码在外面游荡 再也没有什么事情来惊扰这种沉闷的生活 男爵夫妇和子爵 曾去拜访过富威尔 雨莲似乎同那一家人很熟悉 但谁也说不清他们的过往 同布里维尔一家也有一次礼节性的互访 那对夫妇深居简出 始终待在死气沉沉的庄园里 一天下午将近四点钟 一男一女起码跑进白杨田中的前院 雨莲异常兴奋 急忙到亚娜房间 说道 快点 快下楼 富威尔夫妇来了 他们知道你有身孕 作为邻居来看望 就不拘礼了 我去换换衣裳 亚娜有点奇怪 便下楼去接待 莱克夫妇二人 少妇仪容修美 但脸色苍白 略带痛苦的表情 眼神特别明亮 一头金发色泽暗淡 仿佛从未见过阳光 她丈夫则人高马大 好似大红胡子的妖怪 她从容的引见她丈夫之后 又说道 我们有好几次机会 遇见德拉玛尔先生 通过他了解到 您现在身体很遭罪 我们是邻居 就不拘什么礼节了 赶快来看望您 您也看到了 我们是骑马来的 而且前几天 令尊和令堂大人 也曾光临设下 她谈吐高雅 又十分和蔼可心 把亚娜给迷住了 亚娜倾目之心 油然而生 暗自私存 这人值得交个朋友 德福尔伯爵则相反 就像闯入客厅的一只大熊 他落座之后 把帽子放在身边的椅子上 迟一片刻 不知该把手搁在哪里 先是放在膝盖上 又移到椅子扶手上 最后插起食指 一副祈祷的姿势 这时雨连忽然进来 亚娜暗自一惊 简直认不出她了 她刮了脸 穿在整齐 又像他们订婚时那样 仪表堂堂 富有魅力了 她握了握 仿佛见到她才醒来的 伯爵的毛茸茸的大手 又吻了吻伯爵夫人的手 这时伯爵夫人 那白如象牙的面颊 微微一红 眼皮也微微一颤 雨连开口了 她又像从前那样可亲可爱 她那双大眼睛 如风月宝镜 重又变得温柔动人 那头硬发刚才还暗无光子 经过梳理并涂上香纸 忽然重现柔软且明亮的波浪 富威尔夫妇告辞的时候 伯爵夫人转身对雨连说 亲爱的子爵 星期四骑马游完 你能去吗 雨连公的躬身低声打道 一定奉陪 夫人 伯爵夫人随即又握住 雅娜的手 面带亲热的笑容 声调温柔 爱感人肺腑的说 嗯 等您的身体好了 我们三人一到跑马 那非常痛快 您说好吗 她撩起骑马长裙的下摆 动作显得很潇洒 随即飞身上马 又显得清洁如燕 反之她丈夫笨拙地失礼告辞 跨上她那匹诺曼迪种的高头大马 稳稳地坐在上面 活像神话中一个半人半马的怪物 等他们出了扎门拐弯不见了之后 雨连好像乐不可知 高声说道 真是一对妙人 同这种人交往很有用处 雅娜不知为什么也高兴 她答道 伯爵夫人娇小可爱 我感到我会非常喜欢她 不过她那丈夫倒是个粗汉子 你是从哪里认识他们的 雨连喜滋滋地搓着双手 我是到布里维尔府上 偶然同他们相遇的 丈夫举止有点粗鲁 她酷爱打猎 还别说她是个正牌的贵族 这一顿晚餐气氛相当愉快 就好像一种原本隐藏的幸福 进入了这个家庭 然而直到七月底 再也没有发生什么新鲜的事情